在我们开始会议之前有一些准备的工作 在我正式开始之前呢 先来讲几句 关于我们这次会议的组织 包括我们一些这种筹备的一些这种一些过程 我们这个工作组呢 关于IGF的进一步的这个改进问题 我们是非常认真的对待的 你们可能记着可能没记着 我们呢 我们有IGF新的这样一些这种权限 来去设置一个工作组 来探讨呢 我们IGF今后的一些改进工作 其中一个改进方面呢 就是每一节会都应该专注于 两到三个有关政策的问题 就是负责组织这样一些工作组 这样一些人呢 给亚马 他也会自己提出一些问题 也要求我们这些在座一些社区呢 提出一些观点 然后呢 这些问题呢 已经在我们网站上可以看到了 而且呢 我们的秘书可以把它放到这个大屏幕上 你可以从你的自己电脑可以看到 也并不意味着我们这一节会呢 会能回答提出的所有问题 但是我们还是认为 给你们提供一些 我们有帮助的一些种观点 便于我们的讨论 另外一个相关的一个通知呢 我们呢 今天下午探讨的很多问题呢 都会在明天这个上午再重新的进行探讨 从这个九点半到十点半 明天上午 关于我们这个互联网一些监测呀 所以呢 这都是在我们一些新出现的问题里边 我们决定呢 把这一节会呢 能够进行的延长 有更多的一些空间或时间来去探讨 这都是我们一些与会者非常感兴趣的 讲完这个之后交给我们的主席 Morjana 他是负责的 也是我们叫做多利相关方的这样的一些 这种筹备组的工作 谢谢Marquise 各位夏威豪 女士们先生们 我们现在呢 就可以能够接着开我们的会议 我们今天下午的焦点会议呢 主要是专注于我们这样的一些 开放性啊 还有这样一些这个言论自由啊 还有这个信息的自由传播啊 这方面 我们会有一位 Hudderville这样一个教授 他是负责人权的一个总局长 他呢要去参加议会 他要求我呢 然后给你们做一张一个介绍 我是期待着我们这样一个探讨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这一节会呢 我们呢 也可以看到我们目前人权的一些状况 还有这样这个自由表达 或者言论自由 以及这个信息的互联网的这个自由这个传播 我们这里面会涉及到很多一些关键的问题 都是在我们各个一些专题小组里边 在这个会议之前进行探讨的 也给我们这样一些的相关方有一个平等的平台 来发表一些观点 涉及到我们的人权啊 还要能够来去希望达成一些一致的观点 还有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商户这个融合的一些这种一些观点 包括一些分歧 然后呢 我们会有这样一些专家呢 会涉及到我们这样一些问题 我也是相信呢 我们所有的人呢 都能够来去相互之间学到很多东西 怎么来去挤这些问题 我认为呢 我们在这里边 从我们一个平台开始 我们会认识到呢 我们这个互联网呢 会非常大的影响到我们这些人群 不管我们是年龄有多大 还有一些性别 是什么样的性别 或者是一个其他一个状况 都影响到我们的方方面面 然后包括技术的一些发展 也给我们带来了非常成功的一些影响 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生活 我们的生活方式 我们的这个企业 商业 包括一些政府 到一些这个人都受到这样一些影响 自然来说呢 这样的一个技术的发展 也会影响到呢 我们人权的一些方面 关于我们这个自由表达的这样一种权利 也包括呢 互联网已经变成了我们全球很重要的一个工具 并不只是那什么专制完成我们些人权满足 也同时呢 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这个正直 也去促进我们这个人类这个生活质量的改进 也包括我们这个人权呢 也是我们这一次这个讨论说的一个内容 从这样一些国际的这种人权角度来说 我们有足够的能够来表明 我们这个信息的自由传播 自由的这种表达 是从我们这个 人权的这样一个公约第十九条 这都是你们呢 都已经当然都记得非常清楚了 为了来强调这一点 还有很多涉及到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表达的方式 也是我们这个人权一些国际文件的很多的内容 包括一些我们的政治权利 还有这个人权 包括一些相关的一些国际公约 各个类型的 包括一些这个反对歧视 然后呢 它也呢 涉及到我们所有这样一些有关人权的工具 人权的一些这种工具呢 是在我们各个国际性的和一些区域的 这样一些文件中包含了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表达 或者言论自由 我们全球呢 有这个两亿四千多万人的一些人口 包括一些国家呢 他们还有超过 有这个一万五千多个一些岛屿 都是那些什么成为了我们一些全球最大的一些这个互联网用户 在亚洲地区 还有呢 有的印度尼西亚 这个协会呢 在这个22地说 这个我们做调查研究 可以达到这个六千多万 这跟201年比是增长这个4.3% 可以看到 这当时这个98年是只6%左右的一个这个占的比例 除此之外呢 我们的数据呢 印度尼西亚的这个互联网用户呢 还有这个其他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些用户 比如说这个微博啊 还有这个Facebook 还有Twitter啊 有超过这个五五千万多个一些用户 Facebook 还有这两百多万给一些活跃的这个Twitter的一个账户 印度尼西亚呢 目前呢 也是 积极地推动了这样的一个自由表达方式 有这样一些数字呢 可以了解印度尼西亚呢 是非常这个积极的 在这个互联网的问题 也包括我们的言论自由问题 这也反映在呢 我们关于这个宪章里 就我们宪法里边所表达出来的 然后通过呢 我们2011年那些这个第二次的修改 第28E这一条 这是我们的宪法 规定了我们这个自由的问题 这作为一个权利 我们所有人都有权利来享受的 然后这个28F 这边又加上了我们每个人的权利 来获得这样一些信息 就自由的获得 包括一些社会的环境 能够获得非常安全的 而且没有任何这种歧视性的 这样的一些这种社交媒体的一些宣传 作为能够来反映出这样一种 人们的愿望 在印度尼西亚 这个宪法呢 也跟作为一个法律来保证了 我们必须要由所有人来去遵守的 而且是规定了 我们会相关的一些法律要遵守 包括一些法规 能够来保证我们这样的一些信息 传播的一些自由 尽管如此呢 我不应该给你带任何误解 你会认为我们都已经做得非常好的事 类似于其他国家一样 我们确实还有一些挑战 在实施这样一些这个宪法 或一些法规的时候 包括一些执法方面啊 能够包括 我们这社会的一些属于这个 弱势的一些群体 我们来保证我们这样一个自由 包括一些保护呢 就涉及到会带来一些合法的一些种后果 能够保证这样一些权利 关于我们能力的建设 还有一些公共的教育 也被认为是重要的一种办法 最终呢 能够来我们来去不断向前繁荣发展 这是重要的一个支柱 包括我们全面的一种民主化 包括一些信息啊 都应该反映在我们最近来去使用 这样一些各种媒体 包括一些政府的一些服务 这样人们还能够来去获得 所有这些关于这个公共的一些种服务 或政府的服务 当然我们也来去转变 需要一些时间 政府呢会继续来去制定来保证 我们来去实施非常好的一些治理的原则 作为这个公共的这样的一些这个措施 我们呢都来去叫需要制定他自己的网站 要有一些实施的一些数据 来提供一些尽可能的信息给公众 我们非常认真的 按照全球的这样的一些牌位 这样一些公共信息的传输在2010年 包括最近的一些调查 稍微的低于全球的一些平均数 我想这个2019 差不多有93个国家 193个国家 20109个国家我们的政府呢 已经做了很大的一些努力 来去改善这样一些这种环境 在这个2012年的一个报告 关于全球的这样的一个排名的时候 印度尼西亚是排名第这个97位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提升 我们的法律来规定我们这样一些自由的权利 来在这个宪法里边的一些规定 特别是来强调这个效率和有效性 包括一些透明性 或者一些这个责任制 这里边相关的一些公共的信息的传输 最后呢 女生们先生们 我感到非常希望 我们能够来去 我们的努力能够给我们这个全球社会 能带来的更好 能够我们真正的享受到我们这个人权 特别是我们的自由表达 或者言论自由 在这个讨论当中呢 我想呢 我们必须呢 涉及到这个突尼斯的这个议程 在这个2005年的时候 这个互联网的治理 是在这个4.2条里边 还有呢 这个自由表达的这样一些种权利 包括人权 特别强调 现在呢 我想来去介绍我们这位主持人 能够来去主持这个活动 主持这一节的一个会议 安杰科夫斯女士 她是这个互联网民主化 这个项目的这些负责人 袁海伦波 是外交部的一个官员 是在这里ABC的 下面呢 我想把这个会议呢 交给我们的主持人 非常感谢MG文龙先生 我简单的想要站起来 因为呢 我知道这个房间是太大了 我们还是要能够稍微的 非正式一点 稍微互动一些 我想如果可以 我想鼓励你们呢 在后边坐的人 能够坐到前面来 我们这个前边 这边还有很多座位 实际上呢 我们这边有这个机器的 在后边的地方 所以谁要搬到这边的话 你会发现呢 有这样的一个 这样一个机器在下面 我们这一节会会很长的 也可以的 我们但是认为呢 你们还是稍微能够做的 这个紧凑一点好一些 我的名字是安静国威尔 我说负责这个印度的 一个国际互联网的 这样的一些民主项目 是政府支持的 也支持了来自APC的这个Moria 我们还有这个 APC是我们的报告人 高菲蒂根·班牙马克 来自于这个瑞典政府的 他会来关注我们这样一些 推特斯这样一些情况 所以都欢迎你们呢 能够来去基地参与 在我们那个远程参与来说呢 在那一边 我们也非常感谢 有这样一些支持 我非常高兴的 欢迎你们各位 今天参加我们的会议 我想这是一个 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个会议 我们有八年的时间了 有很多人呢 也是不断的努力 能够来去特别专注于 我们的IGF 那些人权问题的一个会议 这是第一次一年 第一年我们实现 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是重要的一个 里程碑式的一个做法 在过去几年当中 我们的一些决议啊 关于这样一些 民主啊 包括一些 像这个线下的一些自由表达 像我们这个 能够实现这样一个努力 我们也看到很多的一些挑战 在过去一年呢 特别是这个监测方面来说呢 是正常是在我们的 议程之上的 毫无疑问呢 它是一直笼罩在 我们这个会议上 我们也想来去处理一下 但像Mark提出的一样 这是我们有一个 Focus焦点会议 明天呢 专门探讨这个监测问题 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重要的 亦权问题 我们也需要来去进行探讨 所以我们能够有这样的一个平衡 就是这是对我们所有人都是有帮助的 非常简单的说一下 我们这个移休系规则 我们这个列表是非常长的 就是以前他们都要求发言的人的很多 也许你这些人能把手举一下吗 就是凡是要求发言的 在我们这个名单表上呢 我们这个名单是很长的 你们我只能看到一些 后边还有一些人 你可能能够 最起码你们应该坐的位置 应该离麦克风近一些 你们稍微换一下座位 如果你们要想发言的会议上 尽管呢 我们会有这样一些 这个会计息的一些 这个想发言者 尽可能的 我想呢不要超过三分钟 你们的发言 我想强调一下 当然我们这边 会有这样一个计时的人 要负责我们 我会给你一个这个黄色卡 如果是这个超过这个三分钟了 还有一个红卡 然后就表示要打断你了 所以这非常重要的一节会议 我们想能够来尽可能的 听到更多各方面的一些观点 也鼓励你们呢 把你的这个观点尽可能的简单 尽可能的明确 要按照我们的秩序去做 还有人呢 我们有很多人 要尽可能他们要去发言 他们都给他们一个机会 最后呢 对于推特来说呢 这个小这个 这个小小小 等等 包括这样一个 2013 这样一个推特 这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呢 这样一简单一个介绍了 我们就可以从我们这节开始了吧 我叫约翰哈利莫特 我是瑞典外交部 在斯特格尔门工作 我也处得人权方面的工作 我专门研究这个互联网和人权之间的关系 这个项目 今天一开始呢 我们先想让各个不同地区代表 给我们讲讲 他们有些在过去几年中的新动向 给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想要请一些六个区域的报告员 给我们介绍一下区域的情况 也就是那个 是不是在在线 我们能够享受到人权 我们有三个拙的问题要讨论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有没有挑战 有些什么成功的故事 挑战的 因此这是比较简单的 希望大家三个问题 给大家介绍一下 每人只能讲三分钟一个题目 下面看看 我们Yokai 他呢 先来发言 Yokai Yokai请你先发言 一般第一个发言都比较困难 你比话筒近点 我叫Yokai 我是在这 access.org的这个网站的 这个负责人 政策主管 我想给大家介绍 我们这个网站是一个国际非政府机构 民间组织 大家非常了解 今天夏天 美国政府出了一个大丑盘 大家都知道 就是很多的故事 大家听了 我都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惊讶 就是大家的隐私 被美国政府给监控了 另外在英国呀 还有GCSQ 他们很多的网站都在担心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很多的这个情报部门 我发现他都呢 入侵到了很多的网站 我认为呢 现在呢 我们就看到了一些这个有一些问题的进展了 就是民权的这个监管的问题呢 好多这个应该把它正规化来 我们为什么在这开会就这个目的 在巴黎开会 在其他地方呢 我们也在考虑问题 我想说我们不仅要保护美国的公民 另外呢 世界上互联网的使用者都应该得到保护 现在很在美国这个好多呢 都出现这个问题 这是非常直观重要的 很多这些问题在美国都缺失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来自华盛顿的这个同事 实际上呢 他们也面临着国际上的一些压力 特别是对一些美国的公司 这些美国公司呢 它拥有了很多的数据 这些公司呢 受到美国这么的压力 好像要他们披露这些数据 比如谷歌啊 Facebook啊 雅虎等等 微软等等 他们现在这些公司已经和民间社会呢 结合起来 还有贸易协会 这个结成了一些联盟 希望能够更好的 能够加大透明度 然后呢 让这个了解到底怎么样呢 这个 因为我们希望了解 有一个要我们需要了解这个联盟 希望能进一步呢 获得这个用 他们要获得 用入数据 还有一些这个立法方面的一些行动 在美国啊 透明度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就这个 我们就这个 还有一些这个 这个 僵尸网络啊 这个问题 美国国会呢 确实要准备通过一下这个法案 也就是进一步 这个了解这个数据 来 Premises啊 等等 我发言的非常简单 你讲的非常简单 下面到亚洲的代表 我们现在听见 Gatry 他是 Ciapa的执行总裁 请介绍亚洲情况 非常感谢各位 下午好 我代表我们这个媒体方面的这个机构 我想给大家讲两个问题 也就是我们非常关心的问题 一个呢 就是是一些积极的 第一个呢 是与这有关的 就是最近人权宣言 在东盟通过了人权宣言 但是不幸的是 这个人权宣言本身呢 完全的没有满足 我们国际标准的最低要求 而且呢 经常有这个损害 这个言论自由的这种情况 例如在第二十三条中 这人权宣言中 咱们讲到了有权表达自由的观点 就是言论自由 还有第十五条 但是呢 并不是说呢 你这个能够真正这个能够实行 另外呢 现在我们到达了这个数据的 数码的时代 现在印尼呢 主持了这次IGF会 东盟呢 现在也通过了一个 这个各种不同的宣言 希望能够呢 进一步呢 这个维护人权 但是现在呢 在线中呢 还确实违反人权情况 还比较多 第二个问题呢 在有些我们地区的国家 有这么一种动向 这动向是朝哪个方向走呢 就是往倒退的政策 倒退的法规了 这主要是因为呢 大家广泛地使用的这个 这个网络空间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言论 现在很多的国家 就现在又倒退了 有些呢 这个 有些这个 对这个互联网上的内容 加以了很多的这种管理 还有很多呢 这个通过这个非法犯罪行为 进行这个污蔑 这个 这是情况 在南亚也有这样的情况 但我想说 现在很多这个趋向 就是那个立法机构呢 倒退 但是民众社会呢 还是非常积极的推进 例如呢 我们推出了这个 这个非典 非典 非典出现网上犯罪的这个情况 这就是我们的民间社会的推动 所这个实行的 来进一步的 这个 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动向 也是一个非常好的这个策略 而且其他的国家 得可以来学习 第二个外甲的问题 就是我们最近也看到 在线 这个好多的新闻媒体的不断的发展 现在有这么一个问题 我们看到了很多的 媒体机构 还有社区 他们这个都在进行自我约束 叫自律 这个自律呢 是非常好的一个动向 虽然不是官方的管理 但是一种自律的方式 也是挺好的一个情况 谢谢 下面我们请 巴勒托尼 阿根廷的代表 给我们介绍一下 拉美地区的情况 谢谢 你刚才讲到了三个问题 要这个讲三分钟时间 对我讲西班牙人来讲 这个是不容易的 但是我还努力三分钟讲完 首先讲一下这个 在线内容的控制 还有呢 这个隐私的问题 严重自由问题 网络犯罪立法的问题 在2013年呢 还没有开始 很多的国家 现在都已经刚刚颁布了 这个具体的一些 互联网犯罪法 也就是如果有犯罪的话呢 通过刑法可以加以制裁 还有很多这种新的法律 它是比较这个 这个不确定的 有点虚 当然还有很多这个言论自由啊 隐私保护的问题 他也没有考虑到具体的保护啊 我认为呢 在现在这个内容的控制 还有这个 还有这个反对 这个儿童卖银的这种 有关的这个法律 也应该这个 或者儿童的黄色这个网站 这个应该加一步的 进一步的管理和控制 我们在阿根廷 确实有这样的例子 我们也还有一些其他的例子 在这个秘鲁也有这样的例子 也秘鲁也这个颁布了一些新的法律 今年 这个我们知道在这个巴西啊 这个谷歌的这个在巴西的这个负责人 也就因为一个什么问题 被这个临时警察所拘捕了 也就是因为呢 他这个犯了这个中介的这个 这个没有履约啊 另外最后呢 隐私问题 很多的国家呢 现在都在朝着新的这个数据保护 这个法颁布了 制定的方式来走 但还有很多这些问题 数据保护法呢 现在确实很多国家正在讨论 在芝利啊 还有其他的拉美国家 在我发现正式发言之前呢 我想早些时候呢 我们要求这个大家呢 在线来进行讨论讨论这个人权的问题 在这个我们都知道呢 花几分钟时间给大家再讲这个非洲的三个情 是个三点的问题 第一在对非洲来讲呢 这是第一次 你如果呢 开了灯一会儿呢 马上呢就有灯了 第一次你 打开了自然水管呢 水就出来了 我再进一步再讲啊 第一次 我们能够冲厕所了 你们知道吧 这非洲很进步了现在 现在我们 面临什么 并不是说非洲一切都不好 这就是我们非洲的现实 我们大家讲讲 非洲很多的国家还没有这样情况 很多大家第一次上网有什么样的体验呢 多数的那些最穷的人 最穷的人 最穷的一些人呢 从来没有这种体验 就是能够呢 上网 对你们来讲家常便饭了 对我们来讲呢 好多连冲涩的抽水马桶都没有 甚至在南非 我们都有这样的情况 好 下面我还在讲这个问题啊 请大家 我先给大家介绍 我们现在非洲面临的主要的挑战呢 就是 在过几天讨论了很多了 人权的问题啊 介入互联网 隐私的问题呢 安全的问题呢 言论自由的问题呢 所有这些呢 在非洲大陆都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确实 在非洲这个差距最大 又是贫困之间的差距最大 我们主要先从这个人权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都是一些技术的人员 你们 我们既搞技术的都可以用一种语言来讲 我们现在讲 在非洲 我们这个到底是互联网是第一呢 安全还是第一呢 还有隐私还是第一呢 还是基本的服务是第一 就这些 或者我们用这个互联网 把它是不是作为一种平台 来帮助我们这些人 因此我们进入一个社区 你问问 他们 你要什么 你想要电还是要这个互联网 一般村民总是说 我得先来电 我再要互联网 因为电是对他们的生活第一需求 好 现在我开始的讲 我的这个三分 三分钟的要讲的问题 基础设施啊 设备啊 获得互联网 就就是每一个人 有没有能力来上网 或者老年人能上网 妇女呀 遗受害群体的一些人呢 就这些人 他们能不能上网 现在呢 过去呢 都是这个受到歧视的 还有儿童 还有这个安全 在非洲也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我讲这些国家时候呢 有些国家呢 还都是在互联网 那个比较发达的国家 像南非这样国家 但还有一些国家 非要落费 因此呢 这个互联网 这个也说 好 我看到你举黄牌了 我马上就说完了啊 现在有这么一个动 这个动向 就是呢 让大家能够这个 通过互联网 能够沟通啊 满足言论自由 还有我想说 但是乐观的一方面 在非洲大陆啊 我们现在东非呀 还有南非呀 这个地区呢 都有这个 这个远程医疗方面的 这个 呼吁 这个工作 做的是非常好 这种服务呢 要提供的话非常好 主席说谢谢你 你讲的挺好 李你做好了吗 下面我想请李先生 他是欧洲委员会的 这个代表 代表欧洲 他叫李亦伯 谢谢约翰 我们讲这个人权的问题 请你把话筒 离嘴近点 六年前呢 我们这方面 就已经开始工作了 因为呢 有人可能会 错误的使用互联网 还滥用互联网 这六十年前 就开始做这样的工作了 我们希望不要再出现这问题 第一个概念性问题 就是在政府和机构 还有公司之间 还有人民之间 首先建立互信最重要的 在这方面 大家都说呢 监测的问题可以 但是合法的监控可以 大家要知道 要合法 另外还有人权的问题 还有呢 这个人权的保护者呀 还有些人呢 是不是叛徒啊 我们需要是更民主的 这个透明的监管呢 我们现在这个法律 是不是这个太宽了 是不是太模糊了 我们能不能相信 有关机构对我们人民进行监控呢 人权 我想说呢 不管是在线还是非在线 都应该得到保护 而且都应该让我们相信 我第一要讲的问题呢 就是隐私的问题 就是自我在人权 在这个互联网上 自我自觉的问题 就是这个人权的问题 刚才 在一个文件中呢 在一个文件中呢 已经讲到了 大家都在中间 大家有能力 能够控制自己的能力 控制自己的数据 这是非常重要 能不能控制自己的数据 有这么一个问题 在欧洲 我们都是在讨论问题 欧洲委员会呀 欧盟呢 都在讨论这个问题 数据保护的单位 机构呢 他们发现 有些公司呢 他们被诉讼了 这个法院 由于他们滥用了 这个认识的数据呀 等等啊 提供的服务不好 这是非常重要的 当然还有一个 言论自由的问题呢 获得信息呢 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讨论很多 社会社交媒体呀 还有这个诽谤人呢 利用社交媒体诽谤人呢 还有怎么样这个 发布一些这个 令人憎恨的 这个发言呀 这都是不对的 还有一个问题呢 不是这个 就是内容的问题 要保护 就是保护 还有这个 流程是非常重要的 其他的 我们是不是应该用 这个法院 来帮助保护人权呢 有一个问题 就是获得信息 这个问题 使我想到一个 人权这个法院中 讲到一个问题 你不可能呢 把一个网站 彻底的封杀 因为这样的话呢 你封杀了一个网站的话 你就完全违背了 这个人权 基本人权 就言论自由 我们在这个 去年12月 就有这样的一个案例 现在我们都 这个有第一个案例 也就是说呢 你完全可以在线情况下 就可以犯罪 另外一个问题 就官人讨论 这个中立性的问题 中立性是一个技术方的 讨论的问题 就是互联网是开放的 如果你干扰一个 开放的互联网 你是不是应该把互联网 变成一个这个 购物中心呢 实际上 它应该是一个 这个开放的 自由的 谢谢主位 说谢谢你 我一会儿回来 才会谈到这个问题啊 最后呢 我想求Mois 他从北非地区 给我们介绍一下 北非地区情况 然后呢 再给我们 CMC给我们介绍一下 中东的情况 你要自我介绍一下啊 谢谢 谢谢 谢谢尤罕 我介绍一下突尼斯啊 大家都知道啊 突尼斯的情况呢 最近几年 确实出了很大的变化 大家都知道 这个动向发展 而且当年我们已经 政府呢 想 这个颁布一个网络犯罪法 他们正在考虑这个法律 现在的这个草案呢 是在突尼斯革命 发生之前准备的这个草案 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 在那个 这个法案中呢 草案中呢 他跟着布达佩斯公约 完全是这个 他以为基础的 与此同时呢 我们看到还有新闻检查呀 还有很多的问题 我们都是那个 认为都在他那新的法律的草案中 后来呢 在革命之后呢 我们赶上来 好多的问题呢 现在让他们改过来 现在他们还在继续 这个修改这个法律 要做很多的调整 我希望呢 我希望呢 里边内容还会有效调整 我们希望能够往前进 我想强调这么一个问题的重要性 就是布达佩斯公约是非常重要 大家都知道 我们的同事都讲到了 很多的公约都非常重要的 我们都知道 我的同事都是 欧盟的这个同事都重要 我们可以把它作为 我们立法的基础 但是呢 不能在一个不好的情况下 使用它 而且呢 从伤害到人权 我在我们这个国家中 有很多 对这个问题 有很多呢 这个误解 我们国家很多理事相关方 对它有很多误解 对公约不了解 例如呢 他们要做很多的工作 能力建设呀 隐私保护问题呀 还有很多原则的问题 有些这个 还涉及到这个国家的 网络犯罪法的问题呢 我认为这个呢 我想强调指出 第一就是呢 我想强调的是 我们社会的作用 以及我们社区的作用 实际上 你们也非常知道 我们的国家的形势 现在呢 好像已经没有宪法了 什么都没有了 我们正在内部 社区内部呢 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现在 唯一的一个 保护的情况呢 就是在线的 就是通过在线 但是不应该在 要防止这个 新闻检查 你可能会听到 很多人 在我们国家 发出这样的呼声 就是我们到底 应不应该有这种 这个 这个 新闻检查 我想说的 我要举黄牌的话呢 你就30秒了啊 这样的话比较好 现在就30秒 然后这个红色 就必须要停下来了 你还有30秒钟的时间 我把这个来 用到你身上了 非常感谢 我知道呢 你对这样的 你国家的一些 在线的这种 一些自由方面 来去提出很多 批评意见 在我们 让你们在座的人 来去发表 这个言论 这个之前呢 我想来再一次 来看一下 我们IGF 这个去年的 这样的一个 主办公司的情况 他呢 要求发言 稍微来讲讲 他们的 就是关于 这个阿塞拜疆的 这样发展情况 就今年跟去年比 我不知道肯定 你坐在什么地方 这位代表 能够来去 表面在什么地方吗 就是阿塞拜疆 这位代表 就是曾经要求发言的 好像没有在会场 如果他们那个 来了之后呢 再给他们发言吧 好像目前他不在场 下面可以让你们 问两个问题 这是非常广泛的 这样些大量的 一些情况 在全球发生的 在这个领域 所以你们也不用太犹豫 应该来自由的 发表你的观点吧 先介绍你自己本人 这不是一个发言 我想说的 这主要是涉及到 这个内容 我想来涉及一下 我们关于 这个网络犯罪 说的非常对 你知道这是发生什么情况吗 我们的政府 我来自于巴基斯坦 这个立法是基于 我们这个 布达佩斯的公约 这是我们这样做的 它有一个条款 叫做这个审查 与这个网络犯罪 然后说 我看这个公约的话 不是这种情况 所以你说的很对 我们经常被误解了 我们政府说 说那里边 有一个承诺 一个公约 所以这个能力建设的工作 是让我们的社会 我们还有企业 能够分成的了解 是正确的 否则的话 我们就可能会出现 很多一些压抑性的 这样一些法律 压制性的法律 这好像是比较常见的 很多的地方的全球 都是这个立法的 这个质量等等 还有谁 其他人想发言吗 关于我们这个区域的发展 就是从去年以来 到目前的一些这个进展 谁想发言 如果没有的话 在什么地方 很好 给他一个麦克风 我们这里有人负责 那什么送麦克风的吗 你是一个发言的人还是 好的 我是阿里 来自于伊朗的 我是负责这个全球的 这个伊朗的这个人权运动 从去年开始呢 我们也进行了一些 这个总统大选 现在很幸运呢 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总统 他已经有承诺 要来去做一些改变 就是关于互联网啊 包括来去使我们这个 互联网的速度提速啊 在伊朗啊 也让我们的社交媒体 来去使用啊 我们想能够来 不断来去跟踪 来去 我们还 希望他能够来实现 他的诺言这方面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能够呢 包括对像这个伊朗政府 来去建议 来去主办 这样一些像IGF的 这样一些活动 能够来希望在这个国家 能够看到很多一些进展 非常感谢 现在呢 我们关于这一节会议的这一部分 然后他们最后讲了几句吧 是来自于这个阿塞拜疆 你有三分钟的时间 来讲一讲 你们从去年以来 你们的一些发展情况 另外的朋友们 来自于阿塞拜疆 一年之前呢 阿塞拜疆政府是一个主办国 当时2012年的IGF 已经有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我这里呢 并没有什么太好的消息 对于互联网的这个自由来说 在我们的国家 我们这IGF呢 政府呢 改变了他们的法律 还有一些新的一些 在线的一些这种活动 但是我们还有一些人 包括一些违背的一些人权的 还有把他们有些人 给他放到监狱里当中 还有一些这个博客 这个撰稿人 有三位 然后政府呢 并不呢 只是来改变我们的法律 这是一些人权的一些激进分子 还有包括一些 我们的平面媒体 还有一些广播啊 这样一些方面 都改变现在就是法律 所以对于你们来说呢 可以被关押三年 如果你会有自己的一些 什么Facebook的这个账户 或者一些推特啊 政府呢 政府呢会继续的来去 封堵一些 就比较关键的一些 这个互联网的网站 跟中国情况 其他国家的情况不一样 我们呢 我们还是有一部分的 这样一个叫做自由的 这种互联网 对于我来说 为什么埃塞拜疆呢 能够来去 实现 埃塞拜疆当局 在这IGF之前所做的 我有承诺 为什么不能够实现 我想IGF的这个 当时这个秘书书来说呢 他们组织了这样的一个 在这IGF的之后 一个联合国家需要一个会议 一个如果要组织 这样大的一个活动的话 像埃塞拜疆这样一个 一个国家 你不需要呢 只是在这个活动之前 做这样一个准备 你要想继续 这样的一些做法 这种监控 还会得到一些建议 一些这个反馈意见 能够反馈给这个 IGF的主办国 我们有一个特别的报告 我这里面并没太多的时间 我们准备了一些 特别的报告 但是呢 可以看到我们在这个 互联网领域在埃塞拜疆 发生了那些变化 就是改名字叫做是 自由 出版带一些报告 谢谢 那边这个先生 你最后讲两句吧 我并不打算要讲 话我名字Catty Fortell 我是负责这个 多语言的这样一个 小组工作 我来想并没有 计划的发言 刚才关键Z的这个观点 就是提出了这样一个 跟我们这一次对话 这样一个辩论相关的内容 就是这个当地 包括一些 如何进行能力建设 包括有些什么一些误解 又涉及到我们 其他的一些工作 在过去 我要来跟你们分享一下 2012年 我的小组 做了一个主要的研究 就是关于这个新型市场 一些互联网发展情况 这个可使用性 包括一些阿拉伯语言的 还有是这个乌多尔语言 等等一些 我们做了一些调查 这是多种语言的 在这一些社区里边 我也要提到的 很多国家的一些首都 给了一些这个研讨会 我们也就实际上去看了一些 就拜会的一些 这个监管部门 然后跟他分享一下 他这个条件有多大 能够实际上来做 这样一个能力的建设 这种所说的 我们多数的人呢 并不知道 这ICANN是什么 你这NUGFT更不知道了 还有这个自由表达 这是怎么来去发明的 所以这个互联网来说 在市场来说呢 他们都是有在Facebook 他们认为他们这个讲的内容 他们可能还有一些 这个非法的一些下载 所以这有大量的一个差距 很大的差距 就是互联网如何能成为 我们这样一个能力的 这个源泉 能够进入到这样一个领域 可以变成一个网民 能够来去让他想要做的工作 像这个ZAN讲的一样 就给他们的国家提出 很大的挑战 他们政府的挑战 到底什么是必要的 需要去做的 所以根本讲呢 这是巨大的一个挑战 就像我们来去听一听 我们的一些话音呢 一些这个话语前 等等做的一些工作 我们还是这样一个封闭性的 我们需要找到一些办法 这种对话 能够来去推向更广泛的市场 在另外一个问题上 我们想来自己要去做一些 上个月我们发布了 一系列的一些峰会 我们在一些全球的一些新兴市场 怎么能够来改变全球的互联网 还包括多亿语言的这个互联网 所以这个主题应该跟当地的人 会有相关性 我们包括一些把它叫合法的 包括有多数做的是更加一些技术的 只是传播一些技术 包括在我们的家里 我们可以能够来去开关 然后灯就亮了 他们认为这个互联网 他们并没有看到 是一种可以带来什么能力的 这是我们把这个信息 给他进一步的 包括一些机制给他们提供 这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当然这是我们需要 积极地参与的很绝对的事 来说是这样的 谢谢你的发言 我们现在来去进入到下面的内容 这是安妮来去主持的 我给你们机会发表观点 也包括一些 你们的区域的一些发展情况 但是我们现在进入到这样一节呢 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典型的问题 我们也是把它分成三个不同的这个节 这个讨论 下面选择帮我给大家来介绍 谢谢 我想呢 让我们一开始来去呢 就像是在这个房间里的大象一样 就一个大的问题 就关于监视监测的问题 一开始想来问你们一下 问一下这个ISO的一个代表一个问题 你是否听到很多 为什么监视是一个隐私权的问题 你为什么不把它看成是一个自由表达的问题 或者是那什么典型自由的问题 非常感谢 我感到非常高兴的能在这个地方 实际上呢 从一个技术群体的角度来说 从一个技术的这个群体的角度来说呢 如果我们实际上 来看一下我们这个开放的这样一个 互联网的这样一些这个标准问题 可以让我们有不同的叫做分散式的这样一些网络 能够来去覆盖我们的群体 以便有这样的一些开放的 包括一些这个互联网的语言啊 这样可以让我们能直接相互沟通 能够保证这样一些这个信息的分享 这是我们第一点想来强调的 这是强大的这种关系 一个是技术的设计 包括一些互联网的一些自由之间 现在现实来说呢 可能并不那么理想 当然我们缺少很多的一些这个技术 包括一些开放的互联网啊 可能是一种双刃键一样 它可以用于呢 可能是破坏了我们的最基本的人权 这也需要我们进行一些种监视或监测 所以这个监视问题呢 是一个我们技术委员会这些工程师们 所关注的很大的一个问题 然后包括我们需要做一些技术的标准 最后呢 我们还要再来去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先驱们 在这互联网领域 他们主要是要来协助我们的这样一个沟通 而不是用于作为一种工具呢 能够来去进行全球的这样一些监视用的 所以呢 所以呢我们非常关键的一方面呢 最后说一句 包括我们从这个技术群的角度来说 这些技术的我们有做一些工作关于一种监视来说 这并不是一个新的一个单优的地方 对于我们工程师们 这个监视问题呢 就是我们带来一些新的一些这种动力 包括可以带来一些这样一些这个安全一些挑战 我们这个开放性的这个IGF 我当时刚才这个Yariyako这个IGF的主席 他跟我们分享了一些非常强烈的一些种愿望 从这个技术的角度来说 一个呢 我们应该呢 从一个互联网 不安全的互联网 能够发展成一个安全的这样一个互联网 从这样一个默认的是安全的 特别强调 这是一个我们雄心勃勃的一个目标 我们必须呢 包括一些通过这样一些默认的这样一个安全的这样一个互联网 通过这样一些这个加密办法 这里边呢 就让我们的这样一个监视们 它成本更高 包括一些不只是这个财务的一些成本 如果你要做这样的一个监视的话 你可能会被投入坚硬会抓起来 因为这样一做法 他们感到非常的这个窘迫会 所以这里边呢 从这个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来说呢 我只想来提三点 然后就可以总结 在这个技术呢 可以改变着我们一些这个政策 政治方式的这种环境 这一个国家里边 他们可以能够把这个加密变成一种合法的 他们就没法能够做什么了 技术呢 可以呢 改变呢 我们这个标准的一些实施 我这里提到的是 一些商业软件 是基于这样一些标准的 最后呢 技术呢 也可以帮助我们 如果使用者 他们呢 不能跟这个同行进行沟通的话 他们就有这样一种安全的一种沟通 这就是我想跟你们来去分享的 关于我们技术方面的一些情况 包括这样一些这个隐私权啊 能够进行这种技术的一些 我们的开发啊等等啊 谢谢 我想呢 进入到 这个来自于这个软件自由中心的 就是先生 想听他的观点 我也看不着这个密西区在什么地方 他在场吗 可能这位女士是不是已经离开了这个会场了 哦 似乎呢 我们这有一个很快的一个想回应的 然后一会儿在的密西区来回答 请请你来去说几句 很快的说一下 在我跑之前先说几句 请你们来注意一下我们这个 妇女指数 妇女 哦 这个web是指的是一个网络指数 涉及到我们这个 有82国家的开放这些互联网 这样一个互联网这个网络指数 他对不起 我讲的是这个web还是 没想同时呢 人们可以能够能够在线来去这个 跟上用使用twit的办法 这样一个基础是80个国家 他从来去衡量我们这个开放自由的互联网 在这80国家里的情况 这个web index 在2020是属于这std的 在那个南非 在一个12月有这样的一个推出的 我希望呢 你们可以能够来充分的利用它 所有这样一些要给你提供主要的一些信息呢 是一个我们这个web的这样一个基础 就是web we want 他又给我们确立了对一些机构的一些这个捐助 他们可以能够来去做一些教育 在这个web的这个自由啊和人权啊 这是两个机会 我想跟你们来去分享的 就是代表我们这个web foundation 谢谢 谢谢你的一个贡献 让我们再回到我们关于这样一个监视的问题 请webush要问你一下 webush来自于一个印度的一个软件自由中心 我想来问一下 我们也看到了 很多的一些这个炒作啊 关于一些这种这个互联网 你就对方面有很多的这样一些认可 这是一个国家的问题也是吗 不光是用全球的 我想呢那边有个麦克风在你后边 如果没有的话 你说是国家的问题 你是特别提的是我们印度吗 或是作为这个其他一些国家也是吗 你当然可以能分享一下你这个印度的一些情况 当然你也可以能够来去涉及到这其他一些国家 当然是这个国家的问题来说呢 这个愿景呢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这个监视来说呢 是一个国家的一个聆听者 或者一些这个国家的一些安全机构 他们可能来去监视 他们已经做了很多年这方面 技术呢让我们的事情呢 变得效率更高了 然而呢 这个问题是在国家的层面来说呢 他们可能是窃听 他根据上一些法律的规定 他跟这个全球的怎么能够有什么联系呢 这些国家政府今天呢 他们是否有这样一些责任 对于他们的这个公民来说来保护他们 避免这些外国的一些监视 这是两个方面的问题 在这个印度的情况下 我们有一些更加复杂一点的 这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 有些很多项目 在这个GCSQ或者是美国政府赞助的 它就像一个黑洞一样 我们并没有太多一些信息这方面 我们有一个集中的一个监视系统 监控系统 我们并没有一个隐私权法 或者一个数据保障 一个隐私权的法律在印度 我们呢 像我们21条里边规定 然后集中的一些监控系统呢 它已经部署出去了 但是呢 并没有什么太多一些议会讨论 也并没有太多的这方面一些信息 我们不管有什么呢 都是一些 我们可以能够让这个媒体啊 可能透露给媒体啊 这是一个集中式的系统啊 他们可以有实时的访问呢 我们这样一些互动啊 在线的 包括一些这个印度的一些机构 还有访问的所有这样一些 这跟国家安全只要没有关系都可以 还有很多呢 跟我们的这个 这个税收机构有关系的问题 因此我们有官方的信息 我们有一些信息 只是有一些信息 没时间了 因为你给我举黄牌了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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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印度的这个代表是不是要发言 我想讲两点 一个呢 就是关于我们现在 关于互联网监测的问题 和言论自由的问题 它现在不像过去那样了 因为数码的技术 数字的技术呢 根本上呢 改变了这种情况 它现在可以这个 这个进行这种 不可能再出现过去那种的 这种过去的了 这种监测了 情报收集 还有这个间谍啊 还有这个颠覆这些活动 总是出现的 他这个不是有了互联网就这样了 没互联网 他一直有这种监听 监控啊 窃听啊 听别人总是有 但是呢 从这个规模上讲 就是确实不会 这个受我们言论自由啊 受到了这个威胁呢 这并不是早 这个现在才有 早就有了 过去呢 有一个叫哈林潘格 在古吉拉特邦的一个部长呢 在2003年的被刺杀了 现在还没有呢 抓到刺杀者 到现在没有找到 我们这个古吉拉特邦的那个部长呢 当时有人怀疑呢 就是呢 他为什么被谋杀呢 就是因为他是这样一个部长 他呢 实际上呢 是这个在这个公民仲裁法院被除名了以后 才被曼杀呢 怎么回事呢 据说呢 过去呢 说他用一个朋友 他用一个朋友叫朋友的这个信卡 这个电手机的那个信卡呢 不是他的名字 然后呢 警察呢 确实能够呢 通过这个电话信公司 获得这个信卡的这个打电话的情况 因此就怀疑呢 就是呢 就是呢 可能是认为他这个谈话 引起了这个怀疑 所以我被刺杀了 好 谢谢你 我下面想请Zuki 这个欧洲数码自由协会的代表讲讲 三者 一会儿你再发言 监测这个问题 现在呢 规模越来越大 这就是现实 确实影响了大家的 影响了大家的言论自由和隐私 大家看看现在隐私和言论自由之间的观 你们怎么看 他的发展 现在是比以前更好了呢 今天更好了还是比 六个月前还是更糟了 你刚才用了这么一个比喻 就是 就是 这是好像用盲人摸象的这个 这个比喻 实际上呢 也就是说只见树不见林 有点这种表述方法也行 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讨论 到底是监测的问题呀 它是不是违反了人权和隐私 我们不要忘记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公司 也在这个在线的跟踪自己的用户 这个呢 是不是也影响到了 大家的网络自由 还有这个互联网用户的言论自由的问题呢 这个包括这个电信运营商啊 电信服务供应商啊 在线服务的供应商啊 等等 这种收集和跟踪用户的行为 它的目的呢 是不是呢 对客户来进行这个分类 来分析的 这个呢 会出现一些国家安全方面的那个丑闻啊 等等 还有一些这个执法部门呢 还有一些这个 政府的监测部门呢 他们也在这个跟踪监测一些公司和商业用户 第二点 不要忘记 这点 我想再回来谈一谈 国家级的监测 国家对公民监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很多数的公 如果不是全部的政府 多数的国家的政府 都有国家的法律 允许他们对公民进行系统的大规模的信息的收集 收集一些公民的这个通讯信息呀 通过这个数据这个保留法呀 例如在欧盟立法也有这样这个规定 我们要有意识意识到这个问题 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技术数据 他们收集的数据呢 允许可以使这些政府呢 来通过制图 来了解一些公民的在线的活动行动 还有个人的一些关系 进行分析和定性 这个呢将会影响我们的言论自由 因为呢 它将导致这个对用户的这种检查和限制 同时呢也这个影响了我们的个人数据的隐私性和自由言论的表达 谢谢 这些好像后边举手的人还不少 三支 你也是从那个 你跟我们汇报一下这个你们工作组会是吧 还有这个 约翰你是不是也要汇报一下你们工作组的情况 你们两位先汇报 汇报完以后呢 咱们再让其他人发言 我想直接的讲讲这个国家的监测会不会影响到言论自由 我的名叫Sanna Kania 我呢为这个自由之屋来这个工作 实际上呢 这个监测就会呢影响到这个 这个自我的这种这个监测 实际上在一些国家 尤其缺乏法制的国家 这种情况尽管会出现 我们看到呢 在一些独裁的国家中有这样的情况 经常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政治活动家 还有日常的用户呢 经常会发现警察敲门 因为他们一直在监测这些公民的网络说什么话 有一个我们看到的问题就是监测 特别是国家级的监测呢 在不断的增加这个数量 我们知道好多的人呢 都想把重点放在美国现在出什么问题 这个以及呢 这个对整个全球做什么 但是我认为在我们的研究中 我是来自波斯尼亚 黑塞格米娜 我们看如果我们在和巴黎的人聊天 或者和俄罗斯人聊天的话呢 他们不害怕 他们也不怕 因为他们呢可以随便说 实际上呢 但是呢 他们呢 就怕自己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会不会监测他们 跟人交谈没事 就怕 他们怕的是国家安全委员会 因此呢 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这个 除了美国之外 咱不要把重点放在自己的国家 又是他怎么回事 因此呢 我们的这个工作组的会上的详细情况 我再给大家介绍 好 谢谢你 Songja Songja John 约翰 你来讲讲你们那个组吧 好 非常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也呢 这个 这个 在线自由 这个工作组论坛 我想 代表 GNI 昨天会给大家介绍的情况 我们这个政治论坛的政策 专门讨了这个 怎么样促进言论自由 以及他的和监测之间的关系 这个很清楚 但是我知道 看 我现在 没有一些机构呢 他们能够看到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呢 言论自由 还有 这个 其他的国家 有这个 网络自由的国家 和没有网络自由的国家 对言论自由的这个区别的问题 还有一些网络监测的问题啊 还有很多这个在座专家论坛的发言 还有其他的提问的过程中呢 他昨天都讲了问题 还有一个中国代表团呢 也 讲到了 就是 跟美国代表团 他质问的美国 中国代表团质问美国 你没有 没有必要教我们 实际上呢 你们自己做的不怎么样 但是他带来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政策的问题 机构的问题 本周呢 确实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提了出来 这是一个开放的论坛 明天还是更开放一个论坛 我们就要 对很多人来讲 现在 哪些是更加这个清楚 我们要搞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政策 促进言论自由 谢谢 谢谢约翰 这是非常重要的提醒啊 与其把重点放在这个政府上 我们现在看看 这个企业 一些企业界 公司也受到了指责和指控 他们也搞了一些监控啊等等 不仅是政府 好 我们先请Junas 他是来自谷歌的 让他发言 然后呢我再请你们这个在座的人提问 然后呢我再请这个远程提问的 通过推特网提问的人再提问 好 那我应该对一个指责来进行答复吗 你可以回应一下 对你的指责是吗 你想想你们公司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 才能恢复用户对你的信任 因为现在他们对你信任的完全这个没有了 你用了好几个非常非常非常不信任是吧 我们非常注重我们和用户之间的关系 因此呢我们总是努力以用户为中心 而且为他们着想 现在确实斯诺登这个问题呢出现了以后呢 不断的升级 现在很多用户呢对我们失去了信心 好像我们的公司 这个不行 我们现在确实在努力让我们用户呢 要继续的信任我们 继续使用我们的信息 对存在我们这儿的信息放心 实际上我非常自豪的说 谷歌呢一直呢非常注重 保护我们用户的问题 特别是要实现透明度 过去三年 我们一直在努力的工作 同时也认为事实 客户有权知道政府 从他们那儿想了解什么样的信息 为什么政府要用我们这个平台 想干什么 我们是非常透明 最近呢 我们为了想保护 我们在用户中的声誉 我们确实工作了很多年 我们花了几乎两年的时间 悄悄地和美国政府进行谈判 允许我们来重新审议一下 国家安全的一些信件 实际上我们在法律上还可以呢 这个不能说 但是我们可以在背后呢 幕后呢 悄悄地对他们 国家安全的问题进行研究 很多的公司也参加了我们 我们非常高兴啊 我们都在自己搞自己的 这个透明性的政策的报告 大家说呢 我们现在不能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 因为有些时候 事实都不清楚你怎么讨论 现在情况还是这样 是这个斯诺征的事件 还在不断地发酵 他确实透露了信息 但是现在我们还没有足够的信息 来了解一下到底 这个是我们的数据库 应该怎么样来进行 重新的调整这个结构 美国政府呢 美国政府呢实际上呢 现在呢就逼着这个他们 我们要跟他们进一步的沟通 这个问题 好 后边这个先生 我们给你准备这个话筒 只能你提一个问题 完了以后呢 我们就要请推特的网呢 遥控的提问题了 谢谢 我呢想问一个问题 问谁呢 问这个土耳其的一个代表 给我们讲讲 奥特曼这个 这个土耳其的代表 给我们讲的故事 就是讲奥特曼帝国的时候呢 他们当时怎么犯了一个错误 后来发现那个 一个故事 跟我介绍一下互联网 现在有什么问题 就木马哈的问题 大家看看这个国家监测的问题 以及言论自由的这个关系问题 我是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的话 有时候呢是不公平 就是监测是存在 商业方面的商业界监测我们 很多人受到监测 他们还不知道 蒙在鼓里 而且那帮人就利用他们这个占便宜 监测我们 我想提供一个建议啊 可能呢 如果现在确实有监测的话呢 他们收集到的信息 应该 对公众开放 举个例子 如果拿着我的iPad 还有这个Apple 苹果 我拿着它 这个苹果公司 应该把这个信息呢 给公众这个了解 这样大家要知道 到底现在我受到什么监测 如果他不喜欢的话呢 他可以马上采取措施 如果知道呢 我不希望被监测的话呢 例如我的智能手机啊 我不想你监测的话 我应该决定措施 关闭它 现在呢 只有很少的一些公司 他呢 允许社会知道 到底哪些信息 被他们收集了 他们都留着自己用 不给公众 所有的信息呢 他们有上百万 上百万人的信息 他们都掌握着 很多这个上面上的人呢 人呢 又不知道你被监测了 你的信息被他们弄走了 应该公开 我们都得知道 谢谢 现在正好呢 我们要谈一谈 网站的问题 以及必要的 有比 比例的 这种 这个 点 DOT和ORG的这个 应该透明 同时也保证 监测呢 只有在确实需要时候 才能进行监测 而且它的程度呢 是真正需要的程度 绝对不能滥用监测 感谢大家提醒了我们啊 下面呢 我想再查一查 有没有遥控远程 提问题的 就我们的推特网 没有吗 那推特网有吗 推特的这个管理员 你看这有没有 推特上的问题出来了 好 好像提的问题呢 都回答了 所以他们这个问题呢 就也就答完了 那就没事了 没问题了 那么还有什么 其他的工作组 代表 给我们大家再汇报一下 你们的心情 没有啊 那么还有一两个 那群长 再提一两个问题吧 好 那行 你提吧 谁 那行 这位先生你先提问 我叫萨卡夫 在线研究 监管新闻检查的 一个研究人 我现在了解到 监测这个问题呢 大家以前都提过 这完全是违反人权的 因为有一个自我 这个检查的问题 还有一个更危险的问题 就是如果大家不知道 他们被监测的情况下 这就更危险了 那就是更加灾难性大了 例如Facebook 或者Google呢 你们的信息呢 将会被用来 用于营销的目的 因此呢 你必须要得到客户的 这个 这个 知情 他们要知道 他这个风险 这就是不道德的 情况呢 就是如果这人 不知道的话 你把这个信息用的话 这是不道德的 这就比较严重了 这就是为什么 很多的这个丑闻 这个 这个 现在是越来越大 有一个建议啊 就是 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或者政府的一些机构 怎么来解决这问题呢 才政策上要做一些问题 但是像谷歌这样的 公司来讲呢 经常我们听到 这个活动家 提出这样的建议 为什么不要默认的 搞这个 蹲到端的加密 这样呢 把它嵌入式的 例如在那个 我们这个 邮件用户 这个层面 大家完全可以 搞创新吗 技术员呢 还有计算机专家 总会找的方法 这样可以让这个公司呢 来搞这样 这个 界面到界面 接口到接口之间的 这个加密 例如 他一个这个 Facebook的信息 他在客户端呢 加密 然后呢 专门到达了 这个人的电脑以后 然后呢 再把它解密 这样不就更好吗 这样就可以帮助 这两个人之间 了解 他们俩之间 说什么话 不让别人知道 据我所知呢 有没有他有一个这个市场营销的问题 我觉得应该相信用户 对用户的相信 用户的相信最重要的 好好好 行 我们一会再回过来 我给大家介绍个情况 有几个人呢 就是好像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 冰岛有一批人 专家呀 正在这个研发这张的端道端道加密的技术 我想给大家汇报一下 我们这个会的情况 也就关于监测的问题 昨天 我们看了看 就是应该搞一些什么样的必要的原则 也就是在世界上那个280多家这个世界上的机构来共同的研究这样的问题 其实包括合法性的问题啊 必要性的问题呢 多大比例的监控的问题啊 多大程度监测 我觉得现在呢 这个原则呢 确实已经那个研究了 我们在上周的首尔的大会上呢 我们看到瑞典的部长 他们也都讲到了 要把这个原则作为一个基础 就当然给其他一些这个部长们讲了 我们下去看到呢 有巨大的一些发展 就围绕着我们这个人力资源把它用在 就这个人权用在我们这样的一个肩上 有可能一些进展 下面请你发言 我是麦克尔森 来自于Index的Censorship 我感到非常重要的一点呢 我们来讲到我们这样的一些 现在也包括一些ACI的这样一些 一些监视 我们要来保证呢 我们来去总体来说 有些非常真实的一些威胁 包括一些物理的威胁 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 这个在线的活动啊 一些人权的那些违法者等等 这个报告呢 是来自一个FIS 这样一个互联网这个自由 是在埃塞巴江的 它这是一个我们的提示 我们的以前的这个主办国 已经对他们的所有的一些承诺 在线的一些这个自由表达 都已经违背了 他们对这样一些人权的一些 护卫者进行了一些攻击 还有一些系统式的这样的一些 这个监视 我们必须要来保证呢 我们应该有这个西方的民主的 最高级的这样人权 我们都知道那些独裁国家 然后由于他们这样的一个 口头说的东西 也包括是 你都是一些这个虚假的等等 不应该来去记住 现在目前呢 在全球呢 这个网民们正在受到一些物理的一些攻击 把他们投入监狱 还会一些被谋杀的呢 我们必须要来把这些地方记住 非常感谢这样一个提醒 实际上这是非常好的 我们到下面一节当中呢 就到下午的一些会议 我们会看到具体的一些 关于我们自由表达的问题 其实呢 我们也过去一种传统的做法 Rose呢 我想跟你来再核对一下 也许你想来去做出一些这个回应吗 就是从这个Google角度来 怎么回应它 我们当然也认识到这一点 我们的一个使用者的好处 包括一些加密啊 对付票等等 包括这样一些 走路的情况下的加密啊 包括 我们还有一些 有这样的一些加密的浏览器 我们的Chrome浏览器 就在我们的服务上 都非常完美的 我们也认识到了 这样一个重要的一点 谢谢 谢谢Ralph 我们能够进入到我们下一节吗 当然可以 我们就是呢 想来去定义一下 就是我们适当的人权 在我们的真实的空间里边 怎么去做 有些人想来了解人权呢 怎么适用于 我们这个空间的这个网络领域 在线的领域 特别是呢 这种框架呢 是我们最近几年刚刚面对的 也许呢 要稍微的钻研一下呢 关于我们这个在线的一些 自由表达的权利 像这个来自于 这个Nesco人这个 Guy Berger 他这个在线的这个语言 可能呢 比这个离线的这样一些表达 更加具有威胁性 这是大量的一些工作 需要来去这个维护 这时候在线的这样的一些 自由的这个表达 或者一些言论自由 谢谢 还来自于教科文的 我想呢 现在我们这个体制里边呢 就是所有的这个离线的这个权利 包括在线的权利 也包括我们这样一些 这个言论自由等等 当然呢 在我们的一个方面来发生的情况 可能影响另外一方面的这个情况 包括一些这反反复复的 所以我想这里边重要的一点呢 关于我们这个自由表达的办法来说呢 就是涉及到我们这个人权的 这个世界的一些宣言 我们可以来表达 就是来发送一些信息 也包括点什么是 发方和这个收方都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联合国的这样一个 人权宣言呢 有两方面 这是这个一个硬币两个方面 这非常重要的 如果我们只有其中一个方面 你可能呢 表达然后由于别人听不到你表达的话 也没有什么意义 这是人们可以能够来听到 获取这样的对方的一些表达 所以这些否则不是真正的一些自由 特别强调呢 要让我们呢 来去了解 我们这样的一些审查啊 或者这样的一些这个 这个婚纱啊这样的一些影响 包括呢 就是妨碍人们去来访问这些信息 包括还有这样的一些 我们这个自由表达 这样一种概念 包括双方的是 我想呢 现在重要的是什么呢 就是要像我们可以说 并不说就就这个监视本身 而说这个监视这种合法性的角度来说 在我们现在说这个权利 并不是说要来去针对的这样一些 这个审查过滤啊 或者这样一些是否合法等等一些 同样的办法呢 一个叫做 针对的合法性来说呢 能处来去进行这样一些表达 到底有什么样一些这种合法的这个界限 在这样一个表达上 当然呢 这个联合国的观点呢 这种一些叫做常规或者范例 就是说呢 我们这个限制呢 要把它取消 人们所提到的 要来遵守这样 包括进行这样一些监视的 包括坚持一些原则 就让这些这个监视的变成合法性 有些地方想这样 这样的话民间团体呢 这样有一些 有限的这些 包括一些互动 包括一些安全 还有包括一些这个隐私权 还有这些方面 各方面的说法 所以他们这个民间团体呢 他就会提到这些方面 所以这并不是说违背他 而是说是否违背了这样的一个 对这个 别表达的这种限制的权利 我们再涉及到 封堵啊 或者一些这个过滤啊 然后审查啊 这是会有这样一些 可能是只是中式利益方面 忽略另一方面 在我们这个后现代的这个时代 就是到底达到什么样一种程度 这种原则 就是民间团体 他们建立上一些原则 再包括我们的这样一些 互联网的一些这个 治理的这些权利 包括这其中这一些原则呢 也可以能够表达出来 在这样一个封堵和一个审查上 这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 关于我们自由表达的方面的一个 碰到的一个问题 所以基本上呢 同样一种限制呢 是有可能的 来去限制了我们这种 现实世界 也包括这个 网上的这样的一个 自由表达的这样一个情况 是一样的吗 我想两个环境里边呢 他们希望应该没有任何限制 如果有什么限制的话 他们应该是同样一种标准 如果是 在这个保护这个互联网 人权的这样一些限制 合法性的话 包括我们还有一些 投入明信啊 还有一些其他方面 一些这种限制 应该是一样的 同样一些 有些国家呢 在面对同样一些 基本的问题 应对呢 被看成呢 特别是敏感的 但是很显然呢 他们呢 可能比其他人 这地方呢 可能 就是我的感觉 并没有那么严重 像呢 我并不想呢 来去 现在问这个 来自于印度的 还有你是一个 呼吁这样一个 性别这个平等的 这样一个 活跃人员 机器人员 包括一些在线的 到底你什么样一些 体验在你工作当中 我想说呢 从这个性别的角度 角度来说 和这种权利来说 我们都知道 其中我们主要的一个目的呢 就是互联网来 应该合法的使用 在我这个角度来说 就是跟你我们性别 有关的一些方面 我想来去 怎么来去看待 多数人 我认为呢 有更加广泛的一些活动 再去进行辩论 就是如何 能够来去使用 能够 比如说这个 关于这个 避云套的使用 能够一些方面 包括一些 这个同性恋的 一些这个群体啊 包括一些 这个残疾的一些妇女啊 包括一些 这个 移动流动工人啊 包括一些这个 各个方面 包括一些网络 一些色情啊 等一些情况 所有这些呢 都给它放到了 我们叫做 性这样一个内容上面去 一种各种 一种这个 这个放在类别里边去 所以呢 它是否是一些 有害的内容 或者是需要来禁止的 或者是一种叫做 这种色情的这样 你都给它放在里边 这个篮子里边去 我们要开始呢 从这样一些国家 他们会要保证 他们一个自由的 一个表达的 一个权利 在这样的一个权利 自由权利之下 我们应该来开始呢 来有包括在我们这个 性的这样一些 这个表达方面 给他们一些明确的 这样一些这个权利 来表达 在一些不同的地区 等等 有一些保护的 我想再一点呢 有这样的一些 关于这个道德的 一些种问题啊 包括一些这个 淫会的一些内容啊 这里边呢 影响到我们妇女的 一些关键的地方 包括一些我们 可能是没有能够放到我们 这样一个政策所 关心的一些内容里边去 这是他们所关注的一点 当一个妇女在印度呢 我们有很多年前 有一个著名的一个案例 有一个女孩和一个男孩 然后呢 他们需要来去 发生一些两性关系 但是被这个手机 给拍摄下来 然后在网上进行传播 成了一种病毒一样 所以呢 这是好像对我来说 好像完全没有什么 相关性 这里边可以强调 他同意要去做什么事情 他都是可以能够 在他私下里去使用 而并不说 把它用于对外公布 所以呢 这就涉及到 可能是让人家 感觉误解了 这里边呢 最后一点呢 我已经到30秒了 作为这样的一个 性别问题呢 来去进行得到一些 全方面的保护 保护 所以要跟这个 放到一些 这个性别相关的 一些内容里边去 我想我们需要记住的呢 这个仇恨的一些语言呢 可以能够来去 表示同情他 而不是仇恨 所以我们并不想 让这样一些情况 每一次呢 有人说到 叫做这个 Bitch 他就这是骂那句话 这一点 我并不想这个 每一个性来去诅咒他 把他放到他这样一个发言当中 就是要得到一些保护 他在这个言论的自由表达的时候 就任何一个词来自于给造人造成这不舒服的时候 应该把他这个放到我们这个自由表达这个外边去 让我们能够自由表达 不用受到这样一些诅咒 谢谢 我们以几种权利提到了 一个是我们的尊严的权利 然后另外一个人就指的是这样一个自由表达的权利 我想请白维来一点 你在什么地方 你是属于这样一个肯尼亚的这样的一个机构 权利机构 所以你有什么样一些经历啊 从这个肯尼亚的角度 就过去几年一直在动荡不乐不安 还有包括这个自由 这个言论自由方面 什么样一些体验啊 在这样一个动荡不定的这个国家里头 肯尼亚呢 相对来说比较自由的 就关于我们的语言自由来 严论这个言论自由来说 我们多数人都能够来去 按照自己来去自由的表达自己的一些观点 不用有太多的一些这个限制 然而关于政治方面的一些观点 有的时候受到一些限制 一些个人的这个表达观点 换句话说 就是我们自我的这种一些像这个审查一样 就是呢 涉及到我们一些监管部门 包括一些肯尼亚的一些通讯员会 就是说有这样一种威胁 就是说呢 要来有这样的一些这个法律的一些诉讼 就是那些人发布一些这个威胁性的一些演讲 然后给他们去一个投入监狱 这里边呢 就可能会带来一些这种暴力的这些言论 然而就我们这个基本的人权来说 包括一些信息传播的权利来说呢 也有一些这个案例呢 也有个人被人什么在这个进行得到 就是被这个法庭进行了诉讼 然后这个法律呢 就是在以前有这样的一种法律 然后包括这样的一个我们宪法的也有这样一些保证 现在目前还是有效的 我们有各种一些这个法律 这有一些还是比较新的内容 还有一些这个煽动啊 法等一些这些相关一些详细的一些法律 他们会来去 起诉一些这个媒体机构 或者一些新闻机构 就个人的这些案例来说 目前还没有这种来去结案的一些大的一些案例 目前呢还有一些这个案例将被这个法院来去受理 然后就我们的媒体方面来说呢 新闻媒体 一方面我们有很多要求这样一些这个自由的一些这个声音 让这个媒体的自由 他们要来讲他们自己所要讲讲的一些内容 个人也发现他们自己呢 可能会去主导了一些这个这个信息 被这个媒体 这是比较是非常简单的一些定义 就要说捉书这个实情这样一些要法 就讲的都是真实的 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就个人来说 这个被告是这样一个主要情况 一个经常说的一个案例呢 有一个高级官员 他来去确认了 他这样跟一个人的妻子有这样的一种 这种不正当的关系 然后当时这个媒体的报道 还有一些在线的一些报道 引起了很多这样一些这个 但是最后呢还没有达成这样一个统一的这样的一个判断 我想说呢 这个肯尼亚呢 也是这样一种方法来做出一些反应 让这个媒体应该注意他们自己要说的这样一些东西 一些内容 特别是呢 肯尼亚的政客们也感觉呢 这样一些这个言论自由很重要的 我们在这个推特的肯尼亚 有包括这样一些 如果是军事内容 涉及到这种国防的话 他们也认为是一些非常敏感的 应该尽可能的要注意 非常感谢 这是你们认为会继续下去的一种情况吗 这是一个你们国家这样的一个继续下去的一个趋势吗 我想呢 我们这个肯尼亚呢 考虑 我想这是一个趋势 通常呢 要说一个成为一个比较理想的话 比较这个公正的话 当然呢 对这个媒体的一些的监控 就是谁要来去攻击我们肯尼亚的话 他们可能特别要治愈 他们可能要攻击政府 已经攻击了自己了等等 所以你会看到呢 有的时候呢 有人讲 这个就来说这个 尼亚啊 博曹娃娜啊 或有人会讲这个法国等等啊 博曹娃娃啊 或者是什么告诉CNN呀 包括一些法国这个24这个频道啊 所以多数情况下呢 是真实的 只能这么说 在我们有一个关于这个 index censorship提到的 刚才前面也提到的 来自于这样一个机构人 就是要来去这个压制这个言论 包括一些恐吓 一些这个迫害他们 在他们来去行使了 他们自己的这个言论自由权利的话 在在线的方式 这是我们会看到 会有多种情况吗 像这样这个 我这个网民在这好吗 请大家讲一下 你能否发表一些观点吗 从你的角度 也告诉我 你是来自于什么地方的 谢谢 我是负责阿联廷的 毕诺斯艾斯的这样一个人权的一个机构 我想第一 你刚才问的我第一个问题 有什么区别吗 一个是这个在线的 或者离线的 这样一个言论自由 有什么区别吗 从某种程度来说 他们是相互之间有这种关联性的 我呢 我们可以开始在拉美提出 越多看到的是 当然我更多了解是阿根廷的情况 当然还有其他一些国家的情况 这个互联网那个使用的越来越多 这是有更高的相关性 现在开始来注意到 包括一些高官高层这个政府人员 他们可以看到这个互联网的增长 也是很快的 这种一些表达的一个权力的重要性 在某些拉美国家呢 有越来越多的一些 这个法律的一些诉讼啊 还有一些形式的一些这个诉讼啊 在这个推特啊 Facebook啊 就是来去在对这种一些区带来 很大一些打击 我当然可以给你来讲一些细节 在阿瓜阿哥多尔 然后呢我们会有 有这样一些刑法 在我们的法律上 要来消除所有这些类型的一些犯罪 要达到这样一种程度 能够来去 主要是更影响我们这个言论自由 都要给它消除这样一些规定 就在几年前呢 我们会看到一个威胁 就是我们的民事的一些诉讼 这种煽动性的一些这种一些言论 在这个推特上 他们我们进行了一些公共的一些辩论 在这个推特的使用上 我想这很显然是个问题 包括一些记者啊 还要包括一些媒体啊 他们可能会受到这样一些这个民法 或一些刑法的一些这种诉讼 如果有这样一些删断性的一些言论 当然人们呢可以在这个推特上 自由地表达 可能会带来一些非常恶劣的一些种影响 非常感谢 还有Edward Beaton 他是这个全球呼声 你跟我讲一讲 就是这个具体的问题 什么问题呢 网民他们所面临的分享问题啊 他们这个言论 在网上言论自由的情况 好当然了可以谢谢 我叫Edward Beaton 我是来自美国的啊 我是一个编辑 我们一个项目 就是全球呼声网民的这个网络的 我们主要的工作 就是应对各种风险 就是一个博客啊 和在线的这个发言人 他的这个在线和非在线的 他的言论自由的问题 在线的这个 这个个人的这个 网上的新闻检查啊 还有个人呢 他们能不能有权在线自我表达言论啊 有我们这个网络是非常重要 我们的讨论非常好的 也就是我们的作者给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的人是不是在某一个网民在哪个国家面临着一些自己国家的威胁的问题啊 然后呢我们有没有这个 这个这种故事 我们实际上又播送一些新闻 传播一些新闻 已经帮助那些网民 他是面临着法律的诉讼啊 或一直威胁的一些网民 例如他可能被逮捕 就像那个 拉米罗 我们都讲过这个问题啊 把他逮捕了以后 你们知道 他是在巴哈林 巴林呢 然后呢 然后呢 这个 被抓起来 还有一个律师帮助他来进行辩护 实际上我们发现这种情况呢 对他们来讲是非常严峻的 我们的同事呢 也就是网民的需要帮助 我们就跟那政策决策部门一起进行沟通 找我们的同事啊 更高层面政策决策者啊 看看能不能介入 作为这个律师来这个进行这个合法的审判啊 或者调查 如果真没什么大问题的话 能不能让他们假释啊 等等啊 这就是我们经常面临这样的问题 为我们的网民来服务 我们希望能够 大家通过更加好的互相联系 联接 通过政策法律的这种层面呢 来互相帮助 我们还有一些这个新闻记者啊 都跟我们有联系啊 我们认为呢 IGF呢 本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因为你们讨论了好多人 人权的问题呢 但是没有对人本身 每一个个人 一个人本身没有过度的这个可以应有重视 因为现在这个人类社会在不断的发展 挑战也比较多 我就是谈这几节 好谢谢您 我们现在听到了 这个我们言论自由方面的局限 什么叫言论自由呢 有些活动家他怎么看 这个专业团体怎么看 对活动家怎么看这个言论自由 在线和非在线的情况下下线有什么问题 我想你们在座这几个嘉宾 有没有这个要评论吗 然后再让工作组 这个穿绿色花承衣的女士坐在后边呢 你来提问啊 我叫沙克拉西德 你离近点 我叫沙克拉西德 我是印度的这个代表 如果大家这个在跟着这个讨论的话 我们讲到言论自由 还有这个新媒体呀 还有很多种讨论 还有传统的媒体之间的这个讨论比较多 还有传统的新闻记者呀 他们抱怨是互联网的用户呢 就没有人管了 好像呢 就是不像他们这种专栏作家呀什么的 有很大的控制的话 政府呢好像简单相关目的 对这个普通的媒体的管理倒是很厉害 我想说呢新的媒体的用户啊 还有我们这个公民的这个这个 作家呢 记者呢 他们有博客 这个博客他们就说 媒体啊 现在这个提供了太多的保护 这个没有保护太多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新闻记者 确实有很多不同的原因啊 我确实现在看到很多人讨论 应该不管是在线和下线 这个新闻的自由 言论自由都要得到充分的保护 我们应该有一个统一的立场 我认为呢 这个我们应该这个需要 要统一起来 举个例子来讲 目前在印度呢 我们的这个司法界呢 是这些机构 我们呢 是相信他能保护我们的权利 保护我们的权利 然后呢 但现在呢 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的指定呢 是政府来做的 这种指定法官的情况呢 是那些这个 原来的这个最高法院的法官来指定 现在的法官 这就是这个不合理啊 这样呢 我们应该要弄清楚 传统的这种 这个言论自由的行动 活动啊 还有这个新媒体之间的言论 自由之间要弄清楚 有什么不同 有什么相 好 后面这位等待已久的女士 下午好 我叫史密斯 我是墨西哥的这个 APC的一个机构工作 我们这个主要是那个 这个 就这个 就是伤害妇女的这些情况 这个案例呢 有关的 在中美啊 还有墨西哥呢 地区呢 如果你要是作为一个妇女 你要是一个律师来保护 妇女的权利的话呢 很难的 如果你要为妇女权益来辩护的话呢 很有可能你就会遭到暗杀 有些人如果呢 来进行调查 的话 这些人总是非常易受害的 但是我们有时呢 又没有看到这个男女之间 性别之间的这个 差异的问题 因此我们应该 你现在很难以 让这些妇女呢 把自己受到的迫害和伤害呢 讲出来 比方说呢 受到了性伤害 他们就不愿意多说 因此说 这个妇女呢 受到了歧视 而且呢 妇女呢 不能像男人一样 操持同样这种职业来工作 来专业方面 因此呢 他们是孤立于很多 这个男人的这个之外的 如果呢 我过去是 我也不知道哪些国家 多数的这个 我所知道的这个 新闻记者呢 他们都是自由职业者 他们为好多 不同的报纸来工作 他们多年从事专业的这个职业 他们都知道 为妇女来辩护 报道妇女 这个不公平的案例呢 是非常这个不容易的啊 我觉得这个 他们呢 都是这个 这个受到歧视的 如果呢 很多时候呢 他们要为妇女辩护的话 他们就会受到 死亡的威胁 我们应该很多的 牵涉很多的 这个隐私数据问题 如果是这个 妇女人权的 这个辩护律师长 面临很多困难 当然 这个不是一个 非常著名的 我们讲的是一些 普通的妇女人权 这个为妇女权辩护的 当地社区的一些记者 他们这些人呢 面对了很多的这个威胁 很多人呢 这个都是遇到了困难 因此呢 不管进入这个 隐私的问题 还有一个什么 网络上言论自由的问题 还要看看 性别之间的 差别的问题 有些呢 这个人讲一些 这个骂人的话 粗野的话呢 这都不行 如果 如果你生不在一个 强奸 是一个社会文化的 一个这个社会里呢 你就会知道 怎么回事了 你像这个 当然你把这个 Google 什么那个 街景 如果弄出来的话呢 你就可以看到 很多这样的问题 因此呢 我们这个 很多个人的生活 受到灵想 还有一个问题呢 就是 好 现在还有很多人 非常恐惧 现在应该有一些 这个 有一些制定一些 网络恐吓的 这种法律 如果你在网络上 恐吓 恐吓 威胁别人的话 也不行 这就是完全违反人权的 例如这个 对这个儿童 这个进行迫害的 这个权利 我想说 当地级别的 这个控制呢 管理是非常重要的 好 红牌了 谢谢你 尼古拉斯 现在赶紧发言了 谢谢 我想简单的 讲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 封锁 还有过滤 这个问题 就是 如果 你 如果是合法的 封锁一个网站 或者过滤一个网站的话呢 这本身呢 也是这个 一个不好的事情 因为你就要 把这个内容 叫把它删掉 如果你要 这是它IP 这个地址的话呢 就要把它这个内容去掉 另外 你要采取一些 这个 这个歧视性的 这个错法 你就说 一般情况下 你要把它的这个 域名给它删掉 而且呢 要把它的 所谓的非法的内容 删掉 如果你合法 这样做的话 你要是随便这么做的话 也是 很这个 复杂的 你要把内容 还有 缘都要去掉 删掉 谢谢 现在 现在有很多的问题 都是跟言论自由有关的 还有很多 我们其他的工作组 研讨会的汇报 下面我想请哪些 该本 你先跟我们汇报一下 你们这个 研讨会的情况 谢谢 大家要听听 两个 这个 昨天的这个会议 就是这个 未来的独立 这个新闻记者的 这个一个论坛 它呢 跟这个 这个用户的言论自由有关 因为这个 这个也是 新闻记者的权利有关 有些是正规的 这个和这个 公共这个 披露的问题 从前来说 新闻报道的 现在已经变成了 很多都是公开的事情 与此同时呢 我们也说呢 这个言论自由 它报的东西 并不是让大家来支付 为它买单 它报道什么东西 如果是全职的 记者的话 有一类全职的 这个新闻记者 这些记者呢 他们呢 实际上 确实这个 是应该得到 这个赞扬的 还有一些呢 只是这个 自愿性的 做一些分报道的 这个记者 我们这个讨论 还看了看各种 不同的这个 业务模型 然后这个 支持一些 这个深入的 然后呢 研究充分的 等等的一些新闻 报道这方面的情况 同时要看各种不同的 这个情况 包括 这个从技术 行业中给它补贴呀 例如这个 GF Basso 还有这个 华盛顿邮报 那个 他所说的这个 这主要是根据 一项研究啊 世界经论坛中 讲到的 就是 全球的呼声 以及他们的这个 自愿的这个网站 以及呢 他们这个 开发的这种 可能性呢 是不是能够由 参与这个媒体的 一些感兴趣的人呢 支付一些 这个资金的补助 同时呢 这个讨论呢 还接讲到呢 是这个言论自由 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问题呢 已经呢 在我们这个会中 讲到了 安全的问题 是非常重要 例如说 联合国呢 这个有一个 这个行动计划 就是这个 新闻记者安全的 行动计划 这是非常重要的 其中包括呢 新闻记者呢 这个 不会受到这个 网络这个威胁 他们应该采取措施 来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透明度的问题 软件设备 他们能不能有些 获到独立这个 软件供应商的情况 问题 在线的问题 同时还有安全的问题 我想再讲讲 我们现在有个 研究项目 就是联合国教科文 正在搞的 他这个 列出了七个 就是新闻记者 所面临的七大 这个潜在的数字危险 直接牵涉到他们的 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呢 这个 他主要目的就是呢 要这个 对这个 我们的新闻记者呢 进行正规的保护 例如通过这个 他通过博客呀 有权来 这个保护自己的 这个 这个情报来源 信息来源呀 增加使用 这个诉讼啊 来 另外我想说 例如这个 有一个这个 例子就是巴西 出现了这个抗疫情况 就 这个报道以后呢 记者能够得到保护 好 你总结的很快 索尼亚 你是不是还想再讲讲 另外一个会议 然后完了索尼亚完了以后呢 是杰克 我给大家介绍 这个210 210的这个 220的这个 我们的 220次研讨会 人权 在线人权的问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这个题目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封锁和过滤 网络的内容的话呢 现在这个情况 不断的加剧 这个封锁和这个 过滤呢 在最近几年 有这样的趋势 就是整个的应用 还有整个的社会的 这个社交媒体 都给封了 这是这个 一个非常重要的论坛 大家通过这个论坛 来表达自己的观点 还有一个就是 实际人身攻击 现在越来越多的用户呢 他如果在网上贴东西 或者攻击政府的话呢 例如揭露腐败的问题的话 这些人呢 不仅仅受到骚扰 同时在一些极端的那里中呢 还被杀害了 我们为什么要把这个监测的问题呢 也要提出来的话 这是在全球 不断增加严峻的一个问题 这个不多讲了 同时呢 还有一些这个 这个中间的这种 这个中间商中间社的一个责任的问题 非常重要 确实呢 他要做的不好的话 也会影响到信息的正常的流通 最后还有一个明显的问题 就是很多国家的政府呢 没有呢 做他们所声称要做的事情 所以这环境就不怎么样 因此呢 就是不可能呢 真正的实行 多利益相关者主义这种环境 多数的政府呢 他们回到自己的国家以后呢 他制定新的法律的法规的时候呢 他们并不跟这个利益相关者来磋商 来征求意见 这个问题呢 应该加以解决 最后还有一个最大的这个问题呢 就是这个新的法律 现在越来越多 太多了 政策太多了 很多这些呢 都是这个严格的限制了这个言论自由 尤其是网络在线言论自由 这个结论就是呢 确实呢 我们应该呢 寻找新的这个立法 找到更好的最佳实践 让这些国家的政府真正了解呢 基本的 国际的法律的基本的指南是什么 什么是这个人权 什么是言论自由 得弄明白 好 讲得真好 索尼亚 下面请把话筒给杰克 杰克你是不是也想 坏啊 好 回来了 我不是这个报告啊 还是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 这是我们这个171啊 这个论坛专门是讲这个男女性别的 还有这个互联网治理的援桌会 有些这个妇女呢 确实呢 这个受到了歧视 地位低下 但是她们还是呢 这个能够进入到了 我们这个互联网这个时代 很多人呢 确实在这中间 受到了一些 这个遇到一些困难 包括暴力啊 还包括 哎呀我说不出来了 对不起啊 里边内容太多了 我把重点放在暴力上吧 他们这个参与呢 受到了这个一定的限制 这个这种类型的这个暴力 是怎么出现的 早些时候大家讨论过了骚扰啊 这个这个隐私 紧战隐私啊 新闻检查呀 这都是一些会导致受伤 这样将会呢 影响到妇女的人权 还有这个 我们的言论自由 这就是我们要讲的 就是它如何限制了 这个合法的言论自由 什么叫合法的言论自由 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公共这个士气 一些国家好像有权 他们来有权进入到在线的 这个内容的限制 实际上公众的这种意识 公共的这个信念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要意识到 有很多的问题呢 都可以呢 加以讨论 受到最大影响的 受到立法机构 还有一些监管机构的措施 影响主要大的 这个最大的影响呢 主要是影响了公众的 这个市集的信心 我是讲的是妇女 还有些年轻人 我讲的这些这个 社会中这个 地位比较低下人 我举个例子来讲 有些妇女的组织 他们想上这个 他们想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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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登广告 就是登这个 这个人工流产的广告 这就不允许啊 尤其在一些 马来西亚这种 穆斯林国家 它就不允许这个 人工流产的 所以这种 人工流产的广告呢 就不许登 印度尼西亚呢 甚至在谷歌上也不行 现在呢 在印度尼西亚 这个LGBT呢 那个现在也呢 被封了 现在呢 我们现在去公共的一些 这个渠道 好像是呢 来参与的 非常感谢 还有另外一个机会 如果以后 还可以再发言 请这个Joy 讲几句呢 关于他那个工作小组的 一些情况 我先来去汇报一下 两个方面 一个呢 我们这个134 这个工作小组呢 关于到这个人权 还有一些这个合法性啊 还有等等啊 99这个workshop 也涉及到 关系在线的 这样的一些 这个互联网的权利 然后有一些 可能没有提到的 可能并不只是 围绕着一些 关于我们的一些 起诉啊 政府的一些这个 人权的一些 一些这个机构啊 比如说呢 我们有一个 印度尼西亚的 一个人权委员会 做一个主席 在这里 在这个IGE 这是最高层的 一些国家的一个机构 就是要来去了解一下 这些问题 如何影响到 他们的一些 这种权限 他们也负责着 一些关于 养人自由的问题 还有呢 会有这样一些 是否得到一些支持 比如在这一些 这个联合国际 全理事会啊 这样是能够来 考虑进去 另外一点呢 就来去注意到呢 尽管有很多的一些 探讨的一些原则呀 还有一些新的 这样一些这个 做法啊 前面也提到过 想要有很多的一些 如何来去指导 来去使用 现在有一些标准 而不是来去创造 一些什么新的一些标准 特别是呢 作为这个政府 能够来考虑 新的一些立法 就是以前呢 做这种情况 这都是我们这个互联网社区 因为这种电信方面的 这样一个 关于这个网络被关掉了 电信网络 包括这样一些监视人员 他们花了很多时间来 去考虑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实际上也看了一些 不同的一些案例的研究 最近的一个呢 是在这个9月份 是2526号在苏丹 四个电信运营商 关掉了 他这个互联网的这个 接入 但是他在这个卡图木 我们看一下 他是否对这个人权的 这样一个影响 在这个关掉 这个网络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行业对话的 一个代表 他是全球这个 第十大的一个电信运营商 然后提出了一些 有约束性的一些原则 我们发现这有意思的一些讨论 然后最后的结论呢 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一些 这个论证 这种互联网的关掉 互联网啊等等 没有这样一些 这种正义的做法 所以呢 包括一些政府 这是非常好的 我们是非常好的一些 看到这样一种情况 正在发生这样一些 这个这个趋势 对你表示祝贺 现在Gray 现在请你发言 非常高兴 我是来自于这个丹麦的 包括我们这样一些 欧洲的一些这个媒体啊 包括我们涉及到一些隐私权啊 我这里边呢 并不只是给你们报告的 而主要是讲一讲呢 我们这个专题小组的一些 这个最后的结论和观点 从这个隐私权和这种创新的角度 包括一些企业政府 在这个政策探讨当中 他们经常会有一些冲突的地方 但是呢 为了这样一种创新呢 我想建议呢 我们有这种急迫的一些需要 能够考虑到投资的时候 在可以考虑到 包括一些隐私权啊 还有这个创造性的 这样一些这自由空间啊 等等 当然呢 我们为什么听到这样一些情况呢 你可以实际上看到 有这样一些社会投资 并不只是为了一些个人的好处 和一些这个公民的好处 也是为整体的社会有好处 我们这里会看到这个隐私权 对这个创新不一定是一个障碍 而是一种非常好的机会进行创新 这就是我们这个专题小组所做的工作 我们有五个年轻人 我们要来去介绍一下 他们所需要是什么呢 他们需要这样一些年轻人来说呢 经常会提出有这样一种透明性啊 包括一些内容的一些环境啊 包括一些在线的一些这个互动啊 他们有着很多的一些信任 就是来去信任他们所使用的服务 在他们这种互动上需要一些选择 我们还今天听到呢 还有各种关于的这样一些 我们消费者的一些隐私权的一些要求 这样一些运动 包括一些这个倡导的一些运动 一些绿色的运动 所以他们有必要来去控制这样一些 应对的一些环境 包括一些我们企业的发展啊 还有一些政策制定 很显然今天我们也探讨了 关于这样一种信任 正在极大的来去影响着 我们的那些发展 我还不再去重复了 以前说的东西 这都是来去重新加以构建的 这样一些战略 用来重新的构建我们的一种相互的信任 包括一些有这样合适的一些 这个隐私权的解决方案 一种创新的技术啊 包括一些我们这个隐私权的一些这个规定 和一些政策的一些制定 就说这个隐私权呢 是值得我们进行投入的一个领域 并不只是来去把它作为一个绿色的运动 这样一个发展 同时呢 目前呢 我们有巨大的这样的一个不平衡 在这种创新和这种监视 这种一些监测 这样一些方面来说投入 这跟我们整个社会相对比的话 我们目前在这样的一个 需要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政策 可以能够来去享用 我们这样一些数字化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包括一些大数据啊等等 在这边都可以涉及到各个方面 目前呢 我们再来看 这个我们这个年轻人要求 这样一种控制的权利来说 这些使用者来去用户的去控制权利 这里边说对一些年轻人来说呢 越来越多他们去要求 有这样的一种掌控权 能够来去相信他们所使用的服务 但这并没有足以能够来去应对 我们在看到一些这个要求 包括一些信任 在这种越来越少啊 所以我们需要能够来考虑到 我们这样一些隐私权创新 谢谢 我们还有什么其他一些专题小组 是关于言论自由的这样一内容的 你们还在讲几句吗 否则的话 我就在这儿画一条线 做一个总结了 莫威斯要求发言 谢谢 我想来再强调一下 我们这个关于多语言 这样一些互联网的一个 开放对话 这里边呢 就是开放论坛的 在线康宝论坛的 这样一个联盟 我想来强调一下 我们叫做有关在线联盟的开放论坛的内容 这个开放论坛呢 涉及到各个方面 包括政府 还有一些利益相关方 还包括整个社会和一些私营部门 都应该能够有些代表性 来强调一下如何多么重要 能够来去在这些问题上 当然呢会有一个会议在这个爱沙尼亚 下一次会议是在这个爱沙尼亚进行 在这4月29号进行 我们还有要发言呢 现在把麦克风给递过来 谢谢 我是Anxiety 来自于发展中工 这巴基斯坦的这个发展中心 我想来去关于我们这立法的这个无所不在 还要讲到呢 很多人提到 这是人很头疼的这样一些网络犯罪 无处不在的 然后呢 我们需要一些最佳实践 特别涉及到这个监视啊 包括这样一些这个防止犯罪啊等等啊 我正有一个和谐的法律 能够来提供一些最基本的一些标准和底线 可以让我们有这样的一种连贯性 还有一些能够让我们全球各国家相互的合作 因为这个互联网是无国界的 所以呢 我们这个并不是一个坏的事情 这方面来说 就是立法 这样一个各方面立很多法律 可以能够来保证这样一种机制 都可以让一些技术 包括一些人权的一些违背 应该尽可能的减少 应该来打击这种违背人权的这种做法 我们还有更多的一个 有关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些专题讨论小组的一些内容吗 没有的话我们现在有点超时了 我和你急迫来继续往下进行 Marianna 你现在来想现在发言吗 好的 我们还没有把你忘记 放心吧 我和你面试讲关于我们第三部分内容吧 好的 我们会继续往下进行 来给你们找一些合适的机会 来给你们发言 现在Anna 来继续讲 谢谢Yong 第三块部分呢 就这些问题呢 主要是来看一下我们这种开放性 关于互联网 也涉及到我们的言论自由 当然这种开放性呢 有些不同的一些各个方面 我们第一个呢 我想Claudio 来自于圣地亚哥的人 来来去问一个问题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问题 涉及到我们这个信息的自由传播 也包括一些知识产权啊 还有这样一些这个技术方面啊 几年之前呢 我们有很多的是注意这个问题的 当时美国呢 有怎样这种运动 然后呢 这个SOPIA 这个PIPIA 他们来去这样一些这个法案 然后这些问题呢 又传到了这样一些欧洲 所以这个Claudio 你怎么看待 我们今天这样一个 是什么状况了 下面是给这个Claudio 拿一个麦克风过去啊 谢谢 可能有人要来去监视我了吧 要审查我了吧 非常感谢 我想来去强调几点 我们支持着这样一种运动 就关于我们的这个知识产权啊 还有这样一些这个自由表达啊 言论自由啊 包括一些我们在数字领域怎么去做的 在这个我们在这个Claudio 我们在一开始说呢 面对着一些威胁 在这个地区 在拉美地区 我想来去补充一下呢 我们关于这个Copera 这样一个案例 这是一个非常坏的一个例子 我想来去强调一下 在阿根廷 在巴西 关于版权的问题 是非常感兴趣的 这跟我们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国家 在这个地区 就比如关于这个Libraries的一些具体的规定 包括一些这个版权问题 这是整个的 我们想来去用这样一些说法 关于这些版权的情况 我们讲到一些平衡啊 还有这样一些知识的一些这个传播啊 整体啊 还有另外一些问题也重要的 这是跟我们这里边 现在先讲的有点关系的 到底呢 我们拉美情况怎么样 我们在讲这样一些国际的一些 这个版权的一些法规的时候 这方面呢 我想来去讲两点 第一个呢 拉美呢 正在面对的过去年当中非常强烈的 这样一些推动 特别是来自于美国的 应该有更加严格的 这样一些这个版权的一些条款 这是特别是涉及到呢 这个FDA 这样一个自由贸易区的一些协定里边规定的 这是在推动着 我们内部的一些议程 就解决这样一些版权的保护问题 当然呢 所有一些利益相关方 跟这个讨论相关的 即使在这种国家这个层面上的情况 或者在这个区域的这个层面的这个情况 并没有真正的能够来去承认这样一个 这只是一些私下的一些某些群体来自于这方面的 能够涉及到关于这样一些言论自由 所以我想呢 我的第二点呢 想来去强调的 就是拉美国家如何能够来去参与进来 从某种方法来说 他特别指责我们这样一些盗版的行为等等 这有很多的一些围绕着我们的一些这个 包括一些非常有限制性的一些版权法的规定啊 或者会一些目前的在这个FTP的一些探导当中 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在这个地区TTP 像智利啊 麦克西哥呀 秘鲁啊 也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些国家的一个地区 现在呢 已经是这样一个谈判的这个刀中 在这个条约上的TTP 首先呢 目前还不太清楚 到底是具体的什么样一些探讨 因为这是当时秘密进行的 第二点呢 我们呢 还有美国的这些提案的一些这个泄露 当时在2011年的时候 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这个不好的一些消息 我们所看到的这样一些信息 这也很重要的 然后去强调 这样目前这些国家的一些这个立场 为什么我们是不同的 包括一些互联网的这样一些自由的一些议程 这可以能够再说的USD20 完全不一样的一些问题 这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一些要点 我想呢 这个美国应该来去注意来去强调的 我们再讲到一些发展中国家 像智力啊 还有在其区域的一些发展中国家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些事情 是非常巨大的一个大象一样在座里边 我们呢 是不能够置之不管的 谢谢Claudio 我想这对很多一些我们的民间团体 也是非常关注的 非常担忧的 我想呢 下面呢 像这个尼根哈斯坦塔 我们它是有几个不同的身份 它今天呢 主要是代表着一些国际数字经济 这样一个机构 这个联盟 国际数字经济联盟 所以我们这里涉及到一些 可能有些 可能有些东西 发现你是不同意这个Claudio的这些种看法 有些争议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个争议在什么地方 我想呢 我们越来越多的可以看到呢 这个内容 比如你稍微摄影讲大一点 我们越来越看到呢 某种类型的这样一个 像这个内容做个替罪羊羊 这样一种概念 越来越多的来去使用一些工具 来去删除这样一些材料 就是跟其他一些这个公共这种测 这个测重点有矛盾的 不管是这个IP啊 或者一些speech啊 或者一些技术上 他们使用的越来越多 是一种叫做颠覆性的一些技术 在这个整体的这个互联网领域来说 我们越来越是共同的一些利益 互联网呢 给我们提供的最佳的一些服务 对于我们最大数的一些 能复盖这些人群 而且成本是最低的 这种感觉如果越多就是呢 这种风险的感觉越多 如果给他去访问 提供这种访问的能力 或者获得那些能力 某些国家可能的 某些国家可能不可能 可能会带来一些什么影响 或者他这个这个域名啊 或者一些这个使用这样一些 使用来去妨碍这样一些 这个获取这样一些信息的话 这是一种叫做颠覆性的 而且是在这个最基根本的 这个根本上来去颠覆的 所以我想呢 在这个工程师这样一个背景来说 告诉我来说呢 我在任内网工作一段时间 只是就是做这样一些工作 不管你是要来去到这个任内网啊 或者是你在这个长期的地方啊 他那些互联网工作情况 有什么样一些选择啊 可能会涉及到一些跟内容相关的 听起来很容易 也是比较便利的 能够来去实现这样一个近期的一个目标 也就意味着从这长期的角度来说呢 我们呢经常会说 会有这个大量的一些这个工作 或者带来的一些影响 要跟我们更好的一些决策 为什么互联网能够很有效 这里边的什么奇迹呢 就是能够来去把这个 可以能够来去不用任何人的许可 因为往里边放了很多一些信息 他呢 在这方面比较成熟的来说呢 不会说进行限制 对于我们公共政策的那些原因 在某一个国家内部 我们并不是认为这样一种方式 他会可能是瓦解了 你这样一些整体的网络 他的能力主要是我们来去提供 更多的一些服务 特别是鉴于 我们只有40%的 这方式能够来去 给我们实际上所有人的互联 我想呢 这就是我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担忧 也许可能有更多一些原因 可能会干预 人们可能从外部看到的 或者说想要去说的 就缺少这样一种意识 就很多一些影响 这个方面会继续是这样一种情况 今后 谢谢 说不是争议 而是非常有帮助的一些这种一些想法 我们下面一个呢 叫这个Steve Hamilton 来自于国际这个图书馆联合会的 Steve 到底有什么一些好处呢 就是我们在线那种开放的这种一些 这个想救啊 或接入啊 这个信息啊 有什么具体要求吗 我想呢 在发言的时候呢 我先稍微来去讲一讲 一些不是这些IP的问题 它就是对于我们科学知识的 这种一些开放的传播等等 会成为呢 得到这种广泛的一些认识 作为人们的一些权利 能够来去访问这些信息 我先讲到这个图书馆 那么听呢 我们要记住一个问题 每天呀 有上百万人呢 都在使用公众的 这个研究的 还有国家的 这个大学的图书馆 来通过它来获得这个信息 我们一次我们讲的呢 就是大量的人呢 都可能会受到这种影响 刚才几个专家也都讲了 对我们的用户来讲呢 确实我们还现在这个 这个没有平衡的使用 这个本权的问题 也没有这个 还在这个数码情况 这个书记呢 也没有讲 我们应该图书馆 多做自己的工作 因此呢 我们应该要对我们的一个 人类的文化遗产的进行保护啊 这个 还应该讲到这个 这个农村地区的远程图书馆呀 还有这个 甚至是这个租借书的这个情况 我想说版权的问题呢 确实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作为 我们应该 这个 有一种授权的这个体制 这样呢 就跟那个过去 怎么样的限制这个材料 还有我们用户应该做什么样的工作 例如呢 你用可以 但是你不能用 也不能印 你也不能那个引用它 或者 这个 你不能呢 这个走很远的路 拿来东西 否则的话 就没有远程图书馆的目的 另外还有这个 数字 版权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觉得是这个图书馆里员 不应该做这样的工作 在美国有很多非常好的大学 这个大学呢 花了很多钱 但是如果呢 这个 你有很多钱 但是呢 如果呢 你是这个 这个在马拉维那么老远的地方 你就不可能呢 就拿到这个 这么好的图书馆里面的材料 总结起来讲呢 我想说呢 我们现在就这方面进行工作 国际知识产权这个机构呢 世界知识产机构 也在做很多这样的工作 但现在这个问题呢 已经呢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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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没有放在我们的议事成的最前面 但是都过二十到三十年的时候 你会遇到这个 关键的文化遗产的问题 谢谢斯图亚特 现在有三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实际上 就是目前的这个 版权制度 它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 下面我想 这个 这个 再让这个Prakash 来讲一讲 就是我们刚才 我记得 我们的互联网社会的这个中心 我们都讲的这个问题 好像从另外一角度 好 谢谢 互联网 好像对大家来说 都是这个好处的 是一个公共的场所 互联网 但是它现在这个结构 是不是能够支持我们这个目的呢 现在 我们现在有很多私人 有法呀 合同呀 还有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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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私人产权呀 还有技术这个执法 都没有这个 而没有有一个公共的法律 数字的版权呢 它的管理呢 以及技术的保护的措施呢 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刚才斯图亚特已经讲到这个问题呢 例如这个每一个HTML的 我在印度 我们有各种不同的教育方面的这种材料 当然我们也有这个教材方面是有这个版权保护的 这个 就是说在印度呢 我们就是版权呢 这是有这个例外的 DRM呀等等 也就是这样的 就我们需要法律来保证我们的技术 还有合同 不会呢 这个 这个 由于法律过度的保护 这就是我们的技术界 目前正在制定标准的技术界 就是HTML5 他们应该保有这样 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呢 我们出在美国出现了一些这个 没收查末的这个问题 我们发现DNM的系统呢 被滥用了 现在没有人来解决这个问题 我想说这个互联网治理的论坛呢 应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 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论坛 获得知识的问题 在HTML5现在没有呢 这个过多的讨论 只是在最低限的讨论 现在世界上有很多的法律 大家都很容易来这个 起诉那些这个知识产权 侵权的情况 很多的在印度的网站被一个封锁了 并不是因为国家安全的问题 或者它都是因为版权的问题 来被封杀的 版权的问题 现在没有被看成 是一个言论自由的问题 因此 保护的这个标准 例如还有其他一些代表啊 等等 他们现在 在那个方面受到了影响 我们 这个现在 比较少用例子 在印度出什么情况呢 一个 如果呢 法院出了一个问题 有好多的合法的网站 他们没有拥有 拥有版权的这个内容 需要很长的时间 才让一个门户网站知道 他们现在这个 没有用上 另外的就是 法律 发现 法律 法律 还有信息的自由流动的问题 我想 给大家讲 我所尊重的一个朋友 Aaron Schwartz 他呢 自杀了 怎么自杀呢 是今年早些时候出事了 为什么这个 这个自杀呢 是因为呢 有一个就是这个人肉搜索 搜他 搜索 为什么搜索 因为呢 他呢 下载了 这个 这个就是一个 这个 这个 从商店 商店下载了很多东西 他就从这网站下来 太多了 人家又起诉他了 他呢 被迫呢 就自杀了 大家对他进行了 这个人肉搜索 这是一些活动家 所进行的 也就是说呢 他们是通过 在线媒体了 来进行抗议 有时候呢 这些人呢 由于网上 犯这样罪行的话呢 可能会办 判好几年的刑 很多人呢 就是这个 都这个呼吁 要这个私人的财产 不得到践踏 在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都这样 很多这个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问题 还有一种 这个非这个 独家拥有的 垄断的这些 东西呢 都应该重视起来 我们要防止 大家能够有言论自由 还有几点啊 再多几点 公共这个域民的 这个材料呢 这个实际上呢 在我们讨论中呢 没有涉及到 这个互联网治理中 没有涉及 但是呢 在有一方面呢 有这么一个建议 它呢 分区分开了GLT 和这个公共这个 领域中的材料 这个呢 就没有大家得 就重视 另外呢 一个好的事情呢 是这么回事 就是 比方说呢 这个我们通过 这个跨边界的 这个图书交换 这样行不行 例如这个 现在应该需要 一个新的联合国的 这种条约 来把这个 这个马斯里赫 这个条约确定下来 下面还要增加 一小点啊 我们也现在不断的 在发展中国家呢 也看到了很多 这个互联网 有关的这个 发行的一些 这个读者 这个读物啊 材料 例如在新德里大学 有一个小的这个 如果进了一些 这个拷贝了一个东西 马上呢 一个小的这个 复印店 他呢 就被起诉了 然后罚了他呢 大概上百万的 这个 员的这种 这个罚款 实际上他就复印的 都是学生的教科书的一些内容 这个非常严的这个惩罚 因此我想说呢 他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还是很大的 还有一些其他的重要的问题 也是与这开放有关的 我们在继续讨论之前 我想问问在家 有没有其他的要评论呢 我 有没有 那边有一位先生 坐在后边要求发言 我叫沃尔森 来自美国 我是一个美国 叫时代华纳公司的 是一个重要的 这个新闻媒体的公司 今天讨论的非常的好 我听了很多人讲到 这个开放的问题 版权的问题 很多人提了很多 我想提个建议 我不多说废话了 我认为 大家认为版权的保护 这个问题 以及开放言论自由的问题 这些 它有一个反面的目的 实际上我想说呢 这是用这个 双刃剑 实际上呢 有些国家 我也不想这个日本 有些国家反而 不按照这个要求来做 反正我认为 时代华大公司呢 在世界上呢 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 世界知名的内容公司 例如CNN 这个 报道了很多东西 你都知道 我确实坚信 言论自由 解释自由 我就是想说 确实 有很多其他人呢 有不同的观点 对这个问题 确实要做的工作 还有很多 什么工作呢 在我这个工作中呢 以及在你们这方面呢 要做的工作 都是非常讨论 讨论也非常好的 我希望你这种讨论 要继续进行下去 在其他的论坛讲 我想说呢 我们呢 目的都是明确的 我们不要为了干这件事 把其他的事给忽略了 我们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目标 谢谢 谢谢你的提醒 克劳迪欧 你是不是 克劳迪欧 你要说 是 是 我要说几句话 确实呢 也有很 比如这个 儿童黄色的这个监管 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并不是说呢 我们就这个支持 这个儿童黄色的东西 实际上 同时呢 很多的版权的问题 我们还要注意到 还有这基本的人权的问题 言论自由的问题 我想说 人权的事特别 大家都特别重视 这个 因此 我们现在面临着很多的问题 人权问题 都是非常严峻的问题 最近几年 我看到了 这个版权的问题 也是非常重要的 例如刚才 时代华纳公司 他们就讲到了 这个版权这个 这个 侵权的问题啊 确实现在有很多的政策 我们需要很多的政策 有那个内部 例如这个 这个 在美国内部呢 就有自己的这个 有关的法律啊 例如这个 谢谢 那我们现在往前走 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肯定一晚 一天呢 结束不了 但是呢 大家讨论还是有价值的 我想指出啊 在我们后边 大家可以读到 一些问题 在这个左边的这个屏幕上 这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公众磋商的过程中 看到的很多问题 我们当然这些所有的问题不能解决 我想看这个 Luca Belli这个问题 就是这个中立性的问题 我们大家看这个 这个Luca Belli 他是来自这个叫动态联盟的 他这个提了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第四个问题 就是说的 怎么样呢 才能够认识到 这个政策者认识到 要支持信息的自由流动 在互联网上 还区域上 行 我呢 这个 有好几个头衔啊 我呢 目前呢 主要是在这个 这个欧洲理事会 这个中立专家 我是一个网络中立专家 我给大家介绍 这个动态联盟的问题 我们在巴黎做了很多工作 我呢 想给大家报告一下呢 就是我们今天会议 谈的这个结果 就是昨天我们主要谈了中立性的问题 所以我呢 想给大家再介绍一下 我们怎么样 是不是搞了一个这个 协商一致的这个 决议的草案 首先呢 我们都同意呢 这一个事实 就是应该开放 要网络应该开放 有中立性 这互联网 它应该能够促进 保证 这个信息的 这个自由流动 同时呢 我们要这个确保 要开放 要中立 这都是我们互联网 这个今后发展的一个动力 一个互联网创新的一个动力 也是能够促进人权 得到保障 保障信息的自由流动 它确实能够促进创新 和这个创造力 还有一些流量的管理的技术的问题 我们也讨论了 否则的话 这个技术不解决的话 它将会直接损害 我们互联网架构的这个中立性 和开放性 还会负面的影响 这个人权的保障 还有第二点呢 我们讲了一个就是 有一点呢 有这个共识 也就是互联网必须要有中立性 因为呢 这不仅仅是这个 从这个竞争角度来讲 同时也是一个消费者权利的问题 还有人权的问题有关系的 这个问题呢 也会这个对各种权利是有关系的 我们有权获得信息 有权自由地获得信息 有权自由地从互联网上获得信息 另外还有这个用户 要有能力积极地参与互联网的这个发展 共享这个信息 这个呢 就我们就对第三点达成了共识 第三点就是有必要 来保持网络中立性 制定这么一个框架 就是这个根据人权的标准 来这个进行网络这个流量的管理 我们并不是一种随机的监管的工具 应该是一个非常好的 良好的治理的方法 能促进这个人权的保障 创造力 创新 而且呢 要让它更加有效 为了能够让我们的监管 开放和透明 也要做很多的工作 另外呢 我们还这个讨论应该搞一个什么样的模型的这种框架 这是欧洲委员会确实进行了多利益相关方的这种沟通和磋商 进行了大量的这种对话 然后呢 现在已经制定了这个非常好 这也是我们这个动态联盟所倡议的 一定要保证网络的穷密性 以及呢 这个在IETF的标准为基础 你能不能简单的花30秒的时间 跟我们讲讲 你这个 你说什么 30秒介绍一下 你这个模型框架的基本的情况 这个模型明天早上再给你讲 明天我们开就是动态联盟的会上呢 将会给大家介绍 然后呢 我们再向这个 给大家介绍 因为这是9月份 我们给这个欧洲委员会介绍的 我现在不说吧 我现在不想是明天再跟你们说 好 那么好 我们就 微软 美国微软公司 你能不能这个代表 微软的代表说几句话 Luca刚才 讲到了流量管理的工具 我们确实需要啊 但是要保证呢 网络对中性 中令 你讲讲是国 我们需要这个国家的框架呢 还是一个全球的框架 首先 我完全同意刚才 情况下 都要一些技术的手段 来看看怎么样来这个研发这种工具 来控制量 在商业 环境下呢 我们讲的就是一个实体 怎么样呢 一个 这个找到一些对自己有利的方法 同时呢 获得这个客户来应对竞争 在前面一种呢 你刚才讲的社会 工程限制 言论自由的问题 限制大家获得内容的这种情况 提供一些 这个对公民造成了经济损害 比如影响了这个信息获得 教育的获得啊 等等 但不幸的是呢 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呢 并不是技术上的层面的问题 多数这个问题呢 都是在政治这个层面中 能获得解决方案 因此呢 一些公司和实体 如果他们在运营着 这个全球架构的话 他们应该呢 以这个大多数人的人权的 这个利益来这个 和他的目标 来这个运营这种架构 因此呢 一旦网络获得了这个 网络出现了中益性的问题的话呢 原则是 应该呢 要这个 向所有的这个参与者呢 都要这个积极的这个知晓 在西方世界有很多 但是其他地方可能 没有这么广泛 你刚才提的问题 能不能这个中立性的问题 到底是本地的呢 还是一个全球的 都能实现呢 我觉得答案是双方都有 如果你有全球的压力的话 和全球的这个理念的话 你才能解决 社会和政治上的问题 但是呢 在实际执行 落实的过程中呢 是确实需要 当地的这个法规 来落实 当地的这个网络 这个信息流量的管理啊 监测系统啊 实现了一些合规性 我先讲到这个地方吧 谢谢 我可以看到呢 这样一些辩论 包括一些社会政治方面 然后还有那边的竞争 另一方面 就从这个企业的角度 当然在这一节内容呢 我还想来知道 是否有什么 一些这个消极的影响 罗克你有一个观点吗 我想呢 没没有讲完太清楚 他确实呢 有这样一些 这个竞争法 发生这些情况 我想最可能 一开始说到 这样那边也是不对的 就是只是这样一些 跟这个竞争法有关的 我们要来去 重新的达成一个 一致性的观点 没有什么任何 言论自由的一些关注吗 关于这样一个 社会影响 和这个竞争法的问题 现在我们主要是要开放的 应该是中立的 没有任何一些 歧视的流量管理 同时呢 能够来去协助 我们的语言自由 或这样一些创新的自由 我们说到这样一些 创新的自由的话 你拿这些争端利用户 能够来参与这样一些互联网 包括一些 有时一些颠覆性的 一些种创新 在互联网上 都是由中端用户 他们提出的 他们可以能自由的 来共享这些信息 谢谢你这样一个澄清 我想有的时候 这些用户们所关注的 这样一些竞争法啊 可能呢 是会影响了 我们各种的一些 在线的一些内容 这样的话 企业呢 可能会强调 他应该有这样的一个 不会影响到他这样一种 自由的这样一种 这种表达 或一些言论自由 有很多情况下 如果你给兴趣的话 我们要来制定 有几个一些人权相关的 这样一个网络的一个 中立性 在我们的报告里边 我们也会在明天上 进行的探讨 九点钟吗 是九点钟 明天上跟你们来去分享 这是你的时间 关于我们这样一些 动态的同盟啊 还有一些网络中立性啊 明天节奏中 会请他来介绍 我们要进入到 我们下一个 那种 Malcolm Hattie 你必须要来帮助我呢 你代表到Links 我想呢 看看你们这个 所有到底代表什么 以后你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我想啊 让你呢 关于我们这样一些 中介的这样一些自由性 而这自由 这个中介的这个责任 特别有这样一种 这个在我们言论自由上 来说有很多的注意到 过去几年当中 或者逐步的 更多的朝着我们这样一个 议程的一个背景来去发展 也就意味着我们是实际上 对这样的一个 intermediability 取得什么进展的吗 或者没有什么关注的吗 我是否然后再来回 回顾一下当时我们的一个议程 这是个关键 我们关于这个Links 先讲一讲 你还是上麦克风 进你的 我是MicroHattie 我是这个 叫做Links Landing Internet Exchange 我们是在从这个互联网提供商的一些协会的角度 还有包括这样一些关于他这些责任来说 这些公司呢代表了这么一个公司的情况 有的时候呢 他们是受到这样一些群体的一些挑战 所以我记得并不是所有这样一些人权 有一些公司呢 他们又做了很多 有一些特别是一些法律上的一些技能 一些努力 一些资源这样去做 小公司呢 是比较这个脆弱的 但是我想来去建议一下这样一个社区里边 这些公司的某种情况下呢 可能是比那些 那个记者呀 或者一些个人的来说 更加这种脆弱 我们涉及到我们对这样一些违背的 这样一个言论自由的一些做法 有的时候呢 反过来 他需要这样的一些这个言论自由的一些框架 一些表达 他让这些运动的一些发起者 等等有这样的一种 受到这样一些指责 我们知道有这个公司 可能有这样一些同情对公众 他们需要让他变成有现实 可能在这个我们现在并不存在 当这样一个处罚是一种 金融上就是财务上的处罚的话 资金的处罚的话 可能呢 我们比较来注意一下 他这样一个情况 对一些这个钱上的一些处罚 涉及到一些定义 人们会说出一些事情 多数说他为什么这样去说 他会知道他可是真实的 这些公司呢 包括一些政界机构 他并不一定知道 他这样一个定义 或一些这个投诉 是得到论证的 涉及到这样一些 原杠这些情况 在司法来说呢 是否有这些合理的这一部分 这些公司呢 可能完全不同意 公司也不太喜欢这样一些 关于他的话语权 他们可能是比较 这个脆弱的 你是否想要对此事来去投诉呢 当对公司 这样一些中介的 这样一些媒体 这样一些 他们的一些责任 就是要来去 包括对这样一些 想要这样一些 认为是理论上的一些 这个言论自由 欧洲的法律表明呢 就非常好的一些保护 可能并不完全 在这个英国 我们看到一个明确的 一个关联性 在这认为是最脆弱的 一些领域里边 是带来这样一些 最具有一些挑战性的 这种关联性 比如说欧洲法律 来保护这样一些中介机构 避免受到一些这种 财务上的一些惩罚 但是呢 并不只是保护他们 而且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来去 得到这样一些指示 来去关掉他们 然后去访问这样一些资料 他有时候惊环的得到一些法官 给他们许可 如果不会 他是否在他那个 磁宝管崖区 是这样的一个违背 这个言论自由权利的话 我们目前看 没有看到他是否是真正的 还没有这样的一个 关掉这种一些内容 网站的一些种一些做法 我们呢 可能目前不太清楚 这个关于这个互联网的 这个一些域名的一些 录入啊等等啊 还有这样一些主要一些注册啊 还是要求的 能够来去就终止一些 如果他没有能够按照 这个要求去做的一些域名 很显然呢 这都还有一些 需要一些法律的材料 来进行公布 如果他这样的一个控诉 指数是这个正确的话 我们建议到 我们这样的一个同盟来说呢 向你们建议呢 不管你们是否满意 随着我们呢 越来越考虑这样一些 我们认为的一些原则 我们也许呢 在这种全球的层次呢 在机构里能够建议这些原则 它是否是一种最佳的 来专注于一般性的 或者可以定性的一些 这样一些 言论自由的一些做法 如果我们确立了这样一个 在互联网那些做法的话 我们可能还要进一步来去 加以定性 更加合格的 来去跟人家有效的 来使用一些比较现实的一些机会 能够来享受这种权利 他们已经有了 通过确立最大的一些保护 是可以实现的 对于这样一些这个中介 或者一些媒体 这样一些做一些做法 谢谢 谢谢 Malcolm 很遗憾呢 我们现在快速的 就是超出了很多的时间 时间不够了 我们想给你们尽可能 减暖一些话言的话 也有一些非常急迫的一些 这个评论 你们要想要说的话 它可能时间的话 有些不太够 所以我想既可能的简短一些 两分钟行不行 刚才三分钟变两分钟了 一分钟就够了 好的 让我们来开始想这样说 我们面对这样一种情况 我们有一个本地的情况 还有一种国际上的情况 我想更多的 就用你分钟多的 时间可以够了 这里边呢 有一个问题 就让一些在巴基斯坦 有这样一个 包括一些Facebook YouTube 也被关掉了 这都是一些 很多人经常讲到的 这涉及到我们一些 这个形式案例 如果是形式的 这种诉讼的话 挺有意思的 也要再注意到 一个人能够把这个内容 给它粘贴上去 它并不是这样一个 惩罚的目标 而是企业和这服务提供商 平台提供商 这他们成为一个员工 成为了这样的一些 行动的一些目标 比如说 去说呢 这它企业呢 是要如果对他们 采取一些行动 当然到这个法庭上的话 有人说 我们可以把它加以解决 然后这个法律说 我们可以看一看 这些中介的 或者一些这个 责任的一些法律 它开始来去实施的 包括这个网络犯罪的一些 这样一些调查 包括呢 这里边有这样一些条款啊 突然呢 他们又面对着 这样一些像ITU 电联 就是说呢 他们在互联 在全球的这样里边 可能不负责任的 他问我们这样一个同盟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 听到过这样一些模式 这种立法 叫做ITU的一些模式法 然后考虑有这样一个HPCA 然后我不知道 他们其中三个这样一些公约 一个是加勒比海 一个是太平洋地区 还有这个撒哈拉沙漠 以南地区的 他们有一丝的情况 他可能把它结合起来 这样一些责任问题 就是那些宗教的这个犯罪 就是这个网络犯罪 这是一个ITU的一个模式的法律 这样说完之后 他又开始来去定义 某些非常有意思的一些内容项目 这个搜索引擎的提供者 这样一种定义 还有这些托管提供商 或一些访问提供车 或一些缓存的提供商 等等一些 还有这样一些超级链接的 一些这个提供商 他这些不同的提供商 是说什么呢 基本上他们的这种责任 就是你们 我没有这个 如果是有这样一些责任的话 你就会有这样一个犯罪 你可以得到这样一些保护 这都是需要有一个法律的 就法庭的一些调查 一些传唤 是否有足 这里面没有什么基本的标准 不是没有列出 是应该做什么 能够来证明 你是要负责任的 就是认为你是应该负责 你就是应该负责了 所以这是一些 涉及到这些国家的 我们在不断来去辩争 我们的条款比你们更好一些 他说这是一个国际的一个规定 来自于ITU的 这是非常好的 我们应该加以实施的 这可能变成了一个进取的 告诉你的 可能并不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并没有按照这样一个 ITU的模式去做 我只是举个例子 看一看这个企业 他们所面对的是什么 以及什么样一些原则 讲什么 这样一个养的自由 在国际领域呢 他会一会儿来停下来 目前最后一点 你看看是谁资助着 这样一个ITU的模式 是欧盟 现在问题 他是否违反了我们这样一个宪章 或这样一些关于宗教内容 那是否它是一个这样一个网络犯罪的行为 谢谢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也非常抱歉 对我们那些人还没有发言的机会的人 请你简单的来去说一下 然后就要请我们一些报告人来去总结这节会了 交位给大家一个 在这个尼利亚的这个电信的这个接管部门呢 他有非常完整的这样一些规定 超过了一个以上 他基本上这样说的 任何人 基本上 运行这一个网吧 在这个尼利亚的话 也就是为着 你要为你的用户来负责 你要了解你的一些这个罪犯 就是任何人 谁进入到一个公共的这个网吧里边需要来注册 在你用这个计算机之前 你要把你的名字 你的地址 你的这个身份证号 所有这些都是围绕着这样子 我们这个中介这样一些这个法律方面的一些责任法律 这里边呢 这些网吧 它实际上是很难生存的 因为它成本很高 但是这是一个例子 叫做我们的所谓intermediary这样的一个责任 并不只是这个言论自由的问题 还有这个经济的问题 经济的后果的问题 这涉及到 我再有一分钟 就知道基本上我是按照这一分钟的时间结束了 谢谢你的这样一个观点 我们还有两个尽可能的 简洁的一分钟的发言 一个是这个关于 还有另外一个呢 来自于Galberg Maria先请你讲一下 先请Maria先讲 试试的谢谢 我还有这个一分钟 我想呢 一点 我想来去赞同 来去支持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关于针对这个人权的这样一个焦点的这个会议 这是我们的组织方来去这样去做的 我们已经呼吁了很多年了 这真正好的一个进展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结果 作为一个产出的内容 第二另外两个我们产出的结果呢 涉及到互联网的这个人权啊 还有这个 我呢 可以是采用一种叫做硬盘的方式来给他 另外这里并不指的是这个人权啊 或一些原则啊 涉及到人权和一些原则 他们是非常明显的 但是呢 并没有完全反映出来 并不是呢 能 并不是给他能够分开开来的 对我们现有的权利 这些互联网的这个用户来说 明天会探讨包括一些人权的宪章 还有一些互联网 还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这个方面 我们有这样一个论坛 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多立相关方的一些做法 能够进一步的扩展 能够帮助我们都能尽可能的自由发言 我们继续要来去保持我们这样一个传统 谢谢你最后能让我来发言 非常感谢Maria 最后GateBurger 谢谢 我想来呢 请你们要注意一下呢 我们在这个2015年之后的这样一个发展议程的一个内容 你记得这个彭基文呢 有一个高级别的会谈 就是说呢 在这个2015年之后不要再替代这个MTG 然后包括印度尼西亚他们当时主持的MTG 这第一次呢 就一个言论自由被大家认 就是承认作为我们一个发展的一个一成立项目 这样一个高级的委员会里边 他们呢 真正说到了 这样一个言论自由 包括一些媒体等等 帮助来推动着 我们的这个内部的一些价值 的一些发展 这实际上呢 有一个特别的一个目标 这是第十 他是说 他应该特别强调这个言论自由呢 他应该充满了活力的这样一些媒体 来推动他发展 这是非常有 有这种相关性的 提出了这样一种可能性 这样一些NDG 这样一些表达 包括一些VSYS这样一些这个途径 可以能够来朝这样一个言论自由的方面来发展 这个互动 这并不一定是我们最后的一个阶段 这也是非常感性 我们这样一些言论自由的问题 IGF呢 还有这个互联网方面来说呢 都是应该并行的 在这个2015年的这样一个 IDG的一个准备过程当中 我们现在已经差不多呢 基本上已经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实质 这个会议的快结束的时候了 下面请这个周尔来总结一下 下面你有五分钟的时间 谢谢 我想呢 我想来总结一下呢 就是包括我们把这个真正的一些这个汇报交给你们 我们再来去要求这样一个决策 我们这一段非常这个全面的进行探讨 首先呢 我想看到一些主题 在这个互联网 包括一些去年的一个人权的汇联网 在提到过 我们有很多的一些方面来自于每一个地区的 包括于拉美地区 亚洲 非洲地区 欧洲 还有这个等等 这里边问题的一些深度和广度 是非常这个全面的 还有一些关键的主要的一些要点 涉及到一些隐私权呀 还有这样一些大规模的一些这个监视啊 还有这样一些这个关掉一些网络的 还有这样一些过度审查呀 所以呢 这里边包括各种类型的一些违背的一些人权 这一些特别的一些地方 都是涉及到包括一些这个人权的维护者呀 记者呀 还有一些妇女的一些运动的一些活气等等一些 我们涉及到非常多的一些复杂性 包括一些 这样一些两性的一些权利呀等等啊 所以从这个我们主要的一些这个问题来说 一些关注来说 针对人权呀 言论自由 还什么一些挑战啊 我想有一些你们当中的提到了 关于呢 有巨大的各种各样的一些办法 这些政府嘛 在这个立法上的一些做法 有很大的一些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包括一些布达佩斯的公约的实施 还有其他的 没有这样一些数据保护的一些法律啊 所以有很大的一些不同 从你们的探讨当中 以及这个监管的一些类型 往后也一样的 你们还有一些人讲到呢 如何呢 有这样一些新的一些法规的 这样一些怎么给它变作一种战略化 还涉及到呢 我们一些政策问题 就如何能够来去 把他这个访问互联网 做一个人权来看待 包括一些新的一些判立法 一些案例法 包括在欧洲 也提到这个人权 还有新的这样一些案例法 还有一些新的一些司法权等等 一些新的一些这个法规 都涉及到这一点 包括呢 有些发言提到了 我们这个不同权力之间的冲突 包括一些知识产权 还有这个言论自由啊 还有这样一些残疾人会 一些弱势群体的一些这个言论自由啊 还要更多的来去了解这些权力呢 相互之间怎么能有 尽可能减少这样一些冲突 我们还进行一些探讨呢 有些新的工具 就是针对我们这样一些不同的一些 违背的一些做法 包括一些这个监视监测呀 还有这样一些这个互联网的一些 这个掌控啊 还这样一些这个治理的一些这个论坛啊 我们还很有多的一些分析呢 涉及到人权的问题 以及呢 还有一些类似于这个非洲地区呀 还有一些基础设施的问题呀 还有拉美啊 这些地区呀 新的这样的一些这个犯罪的这样一些这个 这个传播啊这样等等 还有一些战略呢 如何来做出一些想的这些情况 这些事情我们进一步的一些来去探讨 就关于这个Nexus的问题 这是另外一个政策问题 到底什么是这样的一个核心 这也涉及到一些问题呢 我们叫一些共同的一些主题 这个怎么样呢 这个连接能够开放啊 怎么样有着合理的在线的这个限制啊 能不能允许这样呢 有没有必要啊 以及呢 他跟我们这个互联网的这个 这个开放的有什么联系 怎么样保留中立性啊等等 大家呢 有很多的这个技术标准的问题呀 来保证人权的那个这个和这个设计科 过程中就应该保证这个人权啊 好 好了 我刚才说的都已经说完了 总结的要点啊 好 好 再次感谢大家 我们计划呢 应该就这个在花20分钟时间讨论这个结果 还有这个我们的会议有一些什么样结果 IGF的这个结论还有建议怎么样呢 给我们后续的这个情况再讲 但不幸的是呢 翻译的时间已经没有了 所以呢 很抱歉 我们现在已经做好准备的几个人呢 你们已经做好了准备的话呢 请你们把你们那些这个结果呢 建议呢 给我们通过电子邮件更发来 或者通过推特更发过来 只要大家在座的话 有准备有什么想法的话呢 怎么样呢 把这个人群的这个问题 人群的问题再进一步讨论 再多说出来呢 请大家呢 这个把你们观点告诉我们 有什么建议的话 也告诉我们 这个理事会啊 都可以讲 给我们大家发过来 不要犹豫 通过这个给我们发过来 好 再次感谢大家 你们非常的耐心 而且你们这个开会的里面嘉宾的质量是非常高的 感谢大家 我想代表我们Carol Jory 还有阿米亚等等 和我自己啊 再次感谢大家 感谢那些远程的那个 提问题的这些人 还有感谢大家的参与和情形 主义先生 我们的会到此结束 我想再说几句 我们能不能解释 我们大家都同意 要继续讨论 是吧 能不能作为这个 确实 这个 IGF的每次人权的会议 都在我们认为 我们的会议非常的好见下午啊 我认为 而且呢 在这个专题小组也不错 我们还非常讲了开放的问题 人权的问题 言论自由的问题啊 还有这个信息自由流动的问题 我们讨论了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其中还包括啊 有大概15个发言者 然后呢 我们还要这个报告 把我们这个公共的那个 磋商的结果告出来 如果大家同意的话呢 我们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详细的情况 大家都想这个介绍 大家呢 把他们这个 告诉我们啊 发展的目标啊 千年发展的目标 但是讲到了 还有讲到了我们的合作 多力相关的合作的问题 怎么样来充分的使用 还有国际的和国家的支持 谢谢 好 作为大家晚上好 晚安 谢谢 是個錯誤的